这个少年郎可曾被这么多人出示过 可还能射得出箭 禁军的视线落在周六郎的手臂上 锐利的目光想要发现其一丝的抖动 喂 娘子 娘子 周六郎的耳边似乎又响起女子的惊叫 她似乎又回到了那日的玉带桥宅院 看着站在草靶子旁的伸手解下发病 乌发瀑布一般散落的成娇娘 一个梨子被放在她的头上 清脆的梨子 乌黑的长发 凝眉的大眼 白皙的面颊 墨色垂顺的如群照衫 在日光下构成一幅妙趣的图 来射吧 承娇娘说的 抬手指了指自己头上的梨子 婢女们发出惊叫 周六郎也恶然 开什么玩笑 不敢还是不能 少女微微一笑问道 话语和笑容同时击中了少年郎的心口 她哼了声 抬手拉弓 哎 周公子 不可以啊 半秦吓得忙喊道 张着手就站了过去 挡在成娇娘身前 半秦 你是信不过我 还是信不过周公子 半秦扭过头 娘子 让我来 让我来吧 你来不如我来 成娇娘抬手示意她让开 半秦咬着下唇 扭头看周六郎 周六郎脉步 张公 神情巨傲 并没有说句话的意思 这两个人呢 其实都是倔强得很 半秦只得不情愿地站开 来吧 他的话音残落 周六郎的手便松开了弓弦 伴着丫头们的尖叫声 成娇娘头上的梨子 被剑穿过飞了出去 半秦拍着心口忙上前 用手帕擦拭剑在脸上的几滴汁水 好了好了 别玩了 别玩了 成娇娘却摇摇头 伸出手 再拿来 我不是玩 我没有时间玩 我也不会玩 没有时间玩 不会玩 这话听起来 怎么让人觉得那样的心酸呢 一旁的果盘里 再拿来一个梨子 看着成娇娘搁在了肩头 这还没玩 成娇娘看着周六郎伸手 按住梨子 慢慢地倒退 半秦以及婢女们的心 再提起来 娘子 一步 两步 三步 四步 五步 周六郎看着那女人 心里默默地数着 终于在墙边 她站住了脚 家里太小了 成娇娘说道 一面伸出一只手 将头发拢到一边 另一只手 指了指尖头的梨子 微微一笑 来吧 周六郎咬住下唇 眯起眼看着她 日光下翠绿的梨子 就在少女的面容一旁 头发被拢到另一边 露出耳朵 小小的白皙的 并没有其他女子们 带着耳坠子 应该就是没有耳洞 从小吃傻 谁会想到 给她扎耳洞呢 谁又舍得擦破 她这样的肌肤 一点也不行 也不舍得 周六郎松开弓弦 嗡了一声 旋即又是当的一声响 七十步外的一架盾牌摇晃 这还没完 少年郎垂下公路 弯伸脚踩 再举起弩弓 嗡嗡嗡 当当当 声音不绝 一下一下动 敲打着在场人的耳末 好快的上线速度 好轻松的上线 另一个建军 也难难道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能节省时间 时间在战场上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生命 很多时候 生死就在一瞬间 胜负也就在一瞬间 一连十只剑射完 周六郎才放下手里的弩弓 一直盯着他的建军 也如愿地看到少年郎的喘息 以及手臂的抖动 可是现在 谁他娘的还在乎这个 所有人的视线 齐刷刷地转向七十步外的盾牌上 有进军跑过去 洞川 他高声喊道 举起一个盾牌 冲城门上的皇帝展示 然后又冲四周的民众转去 民众嗡得要欢呼 但声音还没起 就有一个又一个的盾牌被举起来 洞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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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一声声的喊 一个个的盾牌被举起来 要欢呼的人反而不喊不动了 站在最近的都是高官权贵 他们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意思 一个个神情震惊 他们没有喊声 其后的百姓虽然不太清楚这代表着什么 但也跟着不喊了 偌大的人群 挤挤的城门前 一片安静 就好似是才等候天子登城门的那一刻一般 而此时天子站在城门上 万民安静 被举起的并排的 带着显而易见的破洞的盾牌 构成了一幅诡异的场景 如果眼前是一排甚至两排 或者一个军阵 手持如此弩弓的将士的话 那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一支支弩箭 从节阵的将士们手持的弩弓中 离醒而出 箭雨颇洒向西贼敌军 不似以前那样 撞到盾牌铠甲跌落 而是洞川 洞川呢 血肉纷飞 哀嚎遍野 铺天盖地 所向披靡 什么西贼的重兵 什么西贼的铁骑 站在皇帝身边的一个禁军首领 呼得师太地大笑起来 没有人第一时间 想得斥责他的军前事宜 而是伴着这笑声 都头皮发麻 一股灼热 顺时传遍全身 大杀气 十个盾牌都被摆到了城门上 皇帝亲自一个一个地看过去 这不仅仅是洞川 从破洞的形状可以看出 其后的人果然能被射杀 皇帝的神情难掩激动 陛下 陛下 还有上贤的速度快啊 一个武将激动地说道 是才这小将一连十发 只不过喘气手抖 这如果放在重弩上 是完全不可能的 是因为用脚踩着容易发力的缘故 听他提到小将 皇帝便转过头看去 范江林的身边 站着一个少年狼 公奴已经被取下 不得带上陛下面前 你是谁家的 周六郎跪下失礼 臣 归得狼周月六子 今西北京略司 赵成帐下三班 周福 少年鹦鹉 意气风发 看上去就让人赏心悦目啊 皇帝点头笑 好剑法 赏 他说道 说了一声赏 又停顿下 进 又是进 四劫 周六郎心中 倒吸一口凉气 他在西北杀敌两年 不过才升了一劫 而此时在皇帝面前施公奴 就一下子被提拔了四劫 再看四周的官员 武将们没什么反应 能站到皇帝面前的武将 级别都很高 在他们眼里 一个又是进提都 都没必要提 自然不会往心里去 而文官们 虽然对皇帝这样信口 刺绝赏官 不满意 但也知道 此时是在兴头上 没必要去讨没趣 再说 他只是一个武官而已 如果换作文官事事 当场敢跟皇帝 脸红脖子粗地 骂起来的都有 谢恩哪 旁边的内侍忙提醒道 周六郎这才回过神 忙大声地喊着谢恩 对于他的失态 皇帝并没有不愿 反而还带着几分喜色 又夸赞一句 站起来的周六郎 心中滋味有些复杂 我请你帮个忙 帮个忙 帮他一个忙 就能得官家绝 这到底是谁帮谁啊 他还在愣神 这边范江林接着说话 陛下 此功努还可以找其他人 试试验证 皇帝含笑摇头 不用试了 朕信你 面子 被伤了面子 跟西北功绩相比 被一个小女子家 赌气搏了面子 又算什么大事 小女子嘛 就是小性子多 范江林文言 跪下叩头 皇帝的面上带笑 站在一旁的高林波 也带着笑 只不过 这笑有点发冷 他的视线 落在范江林身上 又转到一旁的盾牌上 果然大杀气 跟重弩差不多大笑 看起来更为精良 如今功努院 做一架重弩要十天 他说道 看向范江林 面容含笑 不知你这架要多久 这话出口 愣神的周六郎 猛地打了个寒战 不好 高林波用心独眼 律法规定 民间不得私藏弩气 武剧者就能斩 如果范江林 造出这具功努 私藏不上报 不管是在进京前 还是进京后 十天半月之久 总是不妥的 虽然现在 皇帝高兴 不会乱想 但架不住日后 被人提起来 挑唆两句 皇帝肯定要 以其用心 他张口要抢话头 却还是晚了一步 此功粗糙而至成 小民日也赶功 足足用了六日 范江林 带着几分愧疚 而妹妹只不过用了三日 这不可能 高林波差点脱口叫出声 死死地咬住牙 才挡住 而身旁其他官员 已经大声喊出来了 这不可能啊 而皇帝 则已经激动 迈上前一步 六日 果真 范江林点点头 小民不敢欺瞒陛下 你义人 皇帝又问道 呼吸有些急促 范江林再次点点头 陛下 陛下 快 快让公奴院去走 召集调配所有人 所有的工匠十天之内 要造出百将 送去西北 送去西北 猛要替陛下 送他们一份大礼 皇帝身边的武将 有些癫狂的喊道 没有预示出来 呵斥这个武将的失忆 因为他们都被这话惊呆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还有 陛下 小民的弩功 用的是木语剑 范江林又补充一句 喊叫声顿时停下来 还有 皇帝觉得自己的呼吸 一瞬间也停止了 不需要淋雨 是的 用木片就好 还有 弩身弩臂 也不用牛筋牛脚 山木就可以 再加上麻绳 还有 范江林的声音还在说 但听在皇帝耳内 有些忽远忽近了 强大的杀伤力 是让人惊喜 但这并不是最让人惊喜的 重兵力气 最关键的是钱 军备最费钱 谁不想要 重兵力气 但钱呢 千万贯 千万贯地砸进去 也不嫌多呀 关键是 国库真穷啊 皇宫里废弃的房屋 不能修缮得多的是 皇帝已经够节省了 但还是觉得穷啊 这就是为什么 总有大臣 指责号战为汉 实在是投入太大 耗费国本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弩工 不仅杀伤力 比重弩强百倍 造价 却还不到 重弩的一半 皇帝眼角的余光看去 果然见几个皱眉 似乎有话要说的朝臣 收回了脚 他们显然也知道 在耗费上 无法攻击反国了 这范江林 说的话太好了 一句话 就省了他们在朝堂上 跟大臣们拉锯战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全军配备 这种弩工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全军哪 全军哪 沾水而不吸水 只是比起重弩 损耗要快一些 范江林的声音 还在继续 皇帝的手都要发抖了 来人来人 快去给朕算 算 全军配备 配备 他喊到一半 又想起 不知道这弩工的名字 盲看范江林 他叫什么名字 范江林再次叩头 小民还未起名字 请陛下四名 皇帝看向城门下 弓弩已经被收起来了 神弓 神 神弊弓 就叫神弊弓 恭喜陛下 得此神物 高陵波第一个喊 虽然心里恨得要死 但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他还不至于糊涂 顿时四周的人 纷纷下跪高呼 城门上的人喊出来 城门下的人 立刻也跟着喊起来 顿时珊瑚声 如海浪般 汹涌澎湃 皇帝再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好啊好啊 这个生辰真是过得好啊 接受了明珠的珊瑚恭贺之后 皇帝转身摆驾回宫 一干大臣 皇亲国戚们 都跟随来到宫内的宴席上 包括范江林和周六郎 也被抢进来 范江林 真要赏赐你 你想要什么 皇帝说道 坐在龙椅上 兴奋激动还未消退 一向苍白的脸上 带着罕见的红韵 范江林叩头 小民只想杀敌报国 如今身残拉不得弓箭 所以小民想做弓箭 来让其他人杀敌 这样也算是小民达成了心愿 皇帝带着欣慰点点头 朕奉你为御前 藩方都军头 叛公努院军监 此言一出 殿内响起一片道习气声 如果说 是才在城门 给周六郎升官的速度不小了 那跟此时一比 连在场的武官 都有些不淡定了 陛下 是不是中书商议一下 皇帝面色沉下来 西北战士你们可商定好了 他没有回答 而是问 朝官被呛了一下 指得退回去 反正虽然官职风的高 但其实说只是去公努院 监造公努罢了 罢了罢了 也就是个匠人而已 千金买股 股动吸引更多人 献计献策献物 为国之大礼 这一招从上古时就开始用了 也是很正常的说的过去的事 范江林叩头谢恩 那做出马蹄铁的也是你的兄弟 范江林应声是 当时是 妹妹送我们七人上战场 说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擅长和喜好赠予一计 四弟赡养马 所以妹妹交受马蹄铁之计 我如今身残而废 妹妹便另赠予杀敌之计 此言一出 皇帝的脸色顿时变了 而大殿里的人反应过来的脸色也变了 姜文元完了 高陵波微微闭了闭眼 只觉得有些眩晕 从弓弩杀伤力 到制造容易 不耗费钱财 一把接一把的刀子扔出来 直到最后这一把 也是最锋利的一把直刺皇帝的心 七个兄弟 根据各自擅长和喜好 各赠予一计 已经有两人选择适合自己的杀敌之计 且均可以称得上军国利器 那如果余下的五人擅长什么 喜欢什么 又会得到什么惊人的记忆呢 没有人知道了 因为那五人已经死了 他们没有了擅长 也不会再表达自己的喜好 误国呀 这才是误国呀 只要想到这个 就会想到这五人 想到这五人 就会想到他们死了 想到他们死了 皇帝就会想到这次的事 一天天一念念的累积 江文元不止西北待不下去了 这辈子都休想在皇帝的心里落个好了 好 好啊 好狠的江州傻儿 人算不如天算 没想到 还有人算 硬是压过了天算 老爷 老爷 此时陈家 坐在宅院里和父亲下棋吃茶的陈少 被小厮打断了落棋 皇宫里发生的事 小厮还不知道 但城门前的事 人人都看得到 小厮眉飞色舞的讲来 陈少听得惊讶不已 挥退了小厮 陈老太爷将手中的棋子落下 江文元 完了 他看着陈少 意味深长一笑 原来 他果然是在帮你 陈少点点头 神情还是有些惊讶 也有些恍然 又有些怅然 原来 他要我催皇上下了风赏 是为了借此给皇上谢恩谢礼 也正因为献上这个礼 翻云覆雨了 神毕宫 真是大杀气啊 担心什么 有什么好担心的 激怒皇帝又如何 冥望被皇帝忌讳 厌恶又如何 原来 他根本就靠的不是这个 他摇摇头感叹道 原来他靠的是实力 真真切切的 让人无法拒绝的 又不是神仙之术 虚幻的实力 身份平平 无家族依账 建立起来的声望 如同空中楼阁 但如果这声望之下 是结结实实的 与国大力的功绩呢 看不透啊 看不透啊 话音未落 就听门外 又是一声声老爷老爷 恭喜老爷 贺喜老爷 两个小厮跑进来 叩头喊道 恭喜 对于皇帝来说 此时说恭喜何事 但对于请辞 必位在家的陈少 有什么可惜的 老爷 十八娘子献书 被皇帝大赞 封写书遇人 请受大皇子书 小厮叩头喊道 什么 陈少惊讶地站起来 就连陈老太爷 也难掩惊喜 皇宫的宴席上 陈十八娘正寇头谢恩 在无数视线的 厌线下转过身 手里捧着皇帝赐予的诏书 虽然梦想过很多次 但当成真的那一刻 那种滋味 心情梦里 是根本梦不到的 陈十八娘 慢慢地迈步走下来 她不知道自己的神情 是否还保持依旧 但眼中 已经有些闪闪地 看不清路了 但她抬起头 挺胸走得稳稳端端 今日是朕最开心的日子啊 这是朕生辰收到的寿礼 最多最大的 玉座上皇帝笑道 举起酒杯 大殿里顿时一片珊瑚万岁 公月齐名 武技翩翩 彩带云长飞舞 恍若人间仙境 偏僻的庆王宫中 一片安静 那边的热闹 一点也喘不过来 简安郡王与庆王 也摆着宴席 因为庆王吃啥 很少带去人钱 更别提这样的场合 去给皇帝添堵了 来 尝尝这个 简安郡王将一口茶汤 喂给庆王吃 庆王一手抓着羊肉 正吃得开心 不高兴地躲开了 小心也到 简安郡王耐心地劝着 最终未进去办展 然后才看向面前势力的内侍 这么说 竟然有三人都得了封赏了 看来陛下这个生辰 过得真是不错 内侍笑着点头应声势 简安郡王微微一笑 开心就好 内侍低头退了出去 看了眼屋内 斜衣而坐端起精盏 慢慢野的少年 拉上了门 而此时京城外的大路上 行人忍不住好奇地 看向一旁不远处的荒地 一处新坟前 那里站着一个拎着篮子的丫头 有一个披着斗篷的女子 正席地而坐 秋高气爽 日光透过树枝叶 斑驳地照在这女子身上 模糊了她的形容 成交娘伸手扶着一块墓碑 在她脚旁散落着 凿子等等刻墓碑的工具 片刻之后 层中拿起凿子锤子 对着墓碑开始慢慢地敲打 范石头 徐茂修 徐腊月 范三丑 徐傍垂 妹妹来给你们立碑提名了 心目 骨怀 立碑 席地而坐的娇娘子 构成一副行野图 让路边而过的几个世子看呆了 可惜啊可惜 如此美人 却手势垂藏 如果换成福琴 就无缺了 一个男男说道 工艳散后 虽然正式的告身封赏 还没有放下 但皇帝惊口欲言 又是当着这么多人面宣告的 所以这一次宴席上 大放异彩的几人家里 已经宾客满堂 道贺的礼物堆满了门房 六郎呢 六郎呢 周夫人的声音 在院子里传开 老爷让他去见客 夫人 夫人 大夫来了 谁要找大夫 我找六郎呢 这一日 周夫人晕倒了两次 一次是在城门外 被拿着弓弩走过的周六郎晕倒了 刚醒来没多久 又因为传了皇帝给周六郎封赏 又晕倒了 一经一席两次昏厥 周老爷不放心 请大夫来 周夫人挥开婢女仆妇 急步走到屋门外 午后的日光下 纵然是残庄未患 亦是神采飞扬 六郎没回来 宫宴散了 就没见他 周夫人愣了下 玄机又笑了 一定是找他妹妹去了 他笑道 又忙赶着人 快 快将家里的这些贺礼 也给娇娇儿送去 还有 问问他想回来住几天不 说话客气点 别多说 郭造了他 仆妇们连连应声地去了 周六郎早已经到了玉带桥的宅子里 范江林还没有到家 被几个武将迫不及待地拉去公努院了 但封赏的消息已经送回来了 院子里已经装扮起来 侍卫小四丫头们都笑意满满 抱着孩子的皇室 面对这个少年郎很是局促不安 但家中又没有别的人 他怎么说也是被喊声大嫂呢 不得不来迎客 其实到底谁是客 也说不清 眼前这个少年人 可是成交娘的亲哥哥 你们走了 他就出门去了 去哪里了 皇室摇摇头 那女人古怪 才不会和人多说话呢 周六郎皱了皱眉头 猛的想到什么恍然 掉头就走 走出门 又想到什么 转过身来 带着几分生硬 掏扰嫂嫂了 他飞快地扔下一句 不但皇室反应过来 便上马急驰而去 皇室看着绝尘而去的少年郎 才回过神来 怎么敢当 怎么敢当啊 街上人潮永永 不断有人在说 城门前射箭的事 那么豪大的功啊 你瞎说什么 你看到了吗 明明跟平常的功努差不多大 总之一箭搜的就射穿了好远好远外的盾牌 皇帝亲自自明神毕宫 真恨不得让西贼们立刻看到这神仙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吓得屁滚尿流吧 好戏武将争执要领兵杀敌呢 江文元快点滚蛋 别站着地方咯 穿过嘈杂的人群 周六郎静止出了东城门 远远的 果然看到前方停着马车 站着熟悉的侍卫们 他乐住马 有些迟疑 才要过去 就听到一旁有人喊他 周六郎转头看去 竟然看到情势三郎 站在路旁冲他张手笑 哎呀 也不知道你这眼力 到底是好是坏 那么远的盾牌能一箭射穿 我这么英俊潇洒的狼军 近在咫尺 你都看不到 周六郎呸了声 你还这里干什么 应该不是等你 周六郎哼了声 不再理会他 抬脚迈步 前十三郎伸手拉住他 别过去了 周六郎皱眉看他 我想他现在 想要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秦氏三郎说道 冲那边抬在下巴 周六郎看过去 见那女子席地而坐 在墓碑上 认真而又专注地敲打着 一下又一下 传来的叮叮当当的声音 似乎敲打在人的心上 周六郎停下脚 和秦氏三郎并立 恭喜啊 秦氏三郎呼地说 周六郎绷着脸 你啊 要学会接受别人的好心好意 别人的好心好意 并不会游损你什么 别人的好心好意 是世上很难得的 要珍惜啊 郭总 周六郎又转头瞪眼看他 明年要开考了 你到底能不能高中啊 一天到晚都乱晃 秦氏三郎似乎没听到 只是看着那边的成江娘 周六郎抬脚踢过去 秦氏三郎迈不躲开 你这种蠢问题 我只能当没听到了 周六郎哼了声 正要说话 听得大陆上又是马蹄极小 他扭头看去 见是范江林 如同周六郎一样 范江林的视线 只盯着那边的成江娘 其他地方视若无睹 静止地过去 大郎君 半秦失礼含笑 恭喜大郎君 这一声恭喜 让范江林的眼圈 有些发红 他急不过去 看着停下手里的凿刀 看过来的成江娘 妹妹 他要说什么 最终却只化为这一句话 成江娘微微一笑 哥哥以后要辛苦了 能活着 怎么能怕辛苦 范江林目光落在墓碑上 徐茂二字已经成行 修字尚未起 徐茂修 范江林忙坐下来 低头挤下两滴眼泪入土 再抬起头 挤出一丝笑 我来帮妹妹吧 他虽然不知道能帮什么 成江娘点点头 哥哥帮我递东西吧 范江林挨了声 看着成江娘又开始慢慢地刻字 一点一点 一笔一笔 远不如血的畅管 却比血的沉重 有分量 我都是按照妹妹教的说的 没有说错 皇帝很高兴 说的都是实话 又不虚假 自然不会让人不高兴 范江林点点头 周家公子先升了官 然后陛下又问我 哦 还有 还有陈家的娘子也得了封赏呢 是什么我没听清 只顾着跟那些大人们说话了 伴着叮叮当当的声音 范江林啰啰嗦嗦地 讲述着今日发生的事 成江娘神情含笑 虽然没有多说话 但用眼神表示 她听得很认真 其实这些事都跟她有关 但是此时 她却是旁观者 听别人的事 范江林的声音 忽然停了下来 成江娘也停下手里的凿子 看向她 妹妹 这些本该是你的 你为什么自己不要 而给我 我们 成江娘笑了 这些与你们有用 与我无用 没有用的东西 我要来做什么 反倒耗费了精神 物尽其用 说的是物 也是人 没有用 所以不要 范江林明白了一半 那既然妹妹说没用 那就是没用吧 她点点头 给成江娘递过锤子 成江娘接过 继续刻字 更何况这些 也没什么 比这个更大的更好的 都有过 有又怎么样 不是还是什么都没了 夜色降下来时 陈家的宴席摆上 却发现 找不到主角 陈十八娘 她出去了 陈夫人惊讶地问 面前的小丫头 点点头 这么晚去哪里了 陈夫人问道 更何况 又有这么多亲朋 特意为她而来 这孩子不是那种 不知理数的人呢 去成娘子那里了 小丫头说道 陈夫人和陈少 对视一眼 这么晚了 怎么想起来 去她那里 当初除了丹娘 十八娘与她 走得最近 如今得了这种赞誉 想让她也同乐吧 那也用不着 现在就去 明日也可以啊 陈少微微皱眉 想到什么 当初十八娘 常去成娘子那里 说是读书 陈夫人愣了下 过去太久了 她都记不得了 大概是吧 是吗 陈少念须皱眉不语 而此时 陈十八娘 已经坐在了 成娇娘的面前 躬身将一封诏书 推过来 抬起头 眉眼难言喜色激动 成娇娘拿起来 看了眼 便放下 给我看看你的字 陈十八娘应声是 取过一张字 推过来 带着几分紧张 又期待 看着眼前的女子 四盏宫灯照耀下 女子的神情 蒙上了一层柔光 那种不可见人的感觉 消退了几分 但很快 女子垂下的双目抬起来 明明是幽深的眼神 却依旧盖过了灯的光芒 陈十八娘 移开视线 还不错 还不错 陈十八娘笑得有些僵硬 多谢娘子 室内一阵沉默 气氛有些尴尬 哦 还有 恭喜娘子 心愿达成 陈十八娘想到什么 忙又说等 试图打破尴尬 成江娘摇摇头 谢谢 谢谢 却是摇头 那到底是喜 还是不喜啊 陈十八娘咬住下唇 突然觉得自己这样跑来 是错了 那一腔的想要与她分享 感谢她的激动 似乎被一盆冷水浇灭了 其实 自己与她始终都是不熟的吧 她也并没有与自己深交的意思 又或者这封赏 在她眼里 根本就不算什么 还不错 那是不是该真正不错的得到封赏 娘子 不如把你写的字也献给陛下 陛下很喜欢书的 一定能赏 她的话没有说完 就见面前的女子面色一凝 视线定格在自己身上 被那样的双目凝视 陈十八娘一瞬间发慌 话竟然也说不下去了 陈素 你为什么习字 陈十八娘一争 因为我喜欢习字 不是 习书 是为了让大家都说好 陈江娘摇头打断她 陈素想要让自己 也成为自己喜欢的 成为自己仰慕的 这是当初自己说过的话 陈十八娘有些蒸蒸 陈素 陈江娘看着她 你在怕什么 在怕什么 我在怕什么 陈十八娘咬住下唇 面色发白 我怕 我怕我不好 不够好 没有 没有你好 我比不上你 她说到这里 抬起头 是 我怕我比不上你 我比不过你 坐在门边的半琴低下头 轻叹一口气 厌恶吧 这样的陈素 很令人厌恶吧 陈十八娘说道 面色发白 放在心上的手 紧紧地攥起来 我也想喜欢自己 变成自己喜欢的自己 可是我做不到 我以为我做到了 可是 可是 当见到这女子的时候 不 听到这女子的名字时 她就知道 她没有做到 她抬手捂住脸 埋手哽咽 这样啊 成交娘摇摇头 要是跟别人比的话 那就难了 那样 你永远都不会喜欢自己了 外边的小丫头 好奇地向屋门口探望 看到半琴从廊下走过 忙缩回头 陈娘子 请用茶 半琴将一碗热茶推过来 低声说道 陈十八娘微微侧面 端起吃了口 陈素失礼了 成交娘略点头还礼 室内沉闷一刻 陈素是自己不足 急躁狭隘无礼了 或许是终于说出了内心的机遇 哭过一场之后 她反而平静下来 我今日是来感谢 她说到这里 又看向成交娘 果不其然 那娘子平静地看着她 陈十八娘便自嘲地笑了 感谢 骗谁呢 我今日来 一半是感谢娘子 一半是想得到你的赞许的 结果 结果赞许没得到 感谢也成了嫉妒 骗谁 我今日来就是想让娘子看看 我是否努力也没有用 想让娘子看看 我是否尽意了 她深吸一口气说道 成交娘呕了声 再次拿起那张字看了眼 尽意了 她点点头 微微一笑道 陈十八娘脸上 展开笑容 真的吗 她跪坐直身子 再次问道 我不说假话 成交娘点点头 看着手里的字 尽意了 陈十八娘喜极而泣 抬袖子眼嘴 又再次失礼 多谢娘子 多谢娘子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嘛 一开始进门 直接说不就好了 半琴摇摇头 太扔娘子了 时间不早了 我告辞了 娘子要在京中住下吗 还未定 暂时不走 那日后 我能来请教娘子吗 当然 只要你愿意 陈十八娘笑着在此失礼 成交娘还礼 起身相送 廊下灯笼悬亮 随着夜风摇晃 伴着叮叮当当的 沾风铃声音 逐渐有节奏地 敲打着石头相合 一切如同两年前 陈十八娘回头 看站在廊下的成交娘 灯下女子的身影 公乐看不清形容 是的 一如既往 陈十八娘屈膝失礼 转身迈步 走了几步又停下 似乎想要转身 但迟一一刻 还是急顾而出了 马车驶进陈府 家里的人都急得不得了 十八娘 你干什么去了 姐妹们纷纷抱怨 我去感谢成娘子 陈十八娘含笑 感谢 陈夫人微微一争 要问什么 那里亲朋女眷 都涌出来 快来入席 我们的御人娘子 不管别的 今晚十八娘 你都要给我写一幅字 大家纷纷说笑着 陈十八娘含笑 一一道谢 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去了 厅堂内灯火明亮 笑语喧喧 陈夫人笑了笑 看着那里 女儿明亮神采飞扬的 也抬脚进去了 而御带桥里 半秦逐一灭了灯 室内变得昏昏 卧榻边 成交娘正解发病 娘子 半秦迟疑一下 走过去说道 您是才只答了 陈娘子的一个问题吧 那哪一个呢 半秦也敬意了 竟然还想到几个问题 半秦扑之笑了 娘子 我是笨 不是傻 她坐下来 看着成交娘 娘子 你不生气吧 成交娘摇摇头 我从不生气 半秦这才松口气 点点头 站起身来 娘子 快歇息吧 明日还要去磕碑呢 屋门拉上 夜灯昏昏 连账后 卧榻上的女子侧卧 因为你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 你该死 我不生气 只是偶尔有些难过 九月中旬 也就是自皇帝生辰那日 现世神秘宫 十日后 由禁军护送的 装有满满三百张 神秘宫的车 向西挤驰而去 而本就是 借严密房重地的 军契公努院 更是严密的 连一只苍蝇 都飞不进去 远远的 只能听到旗内 叮叮当当 日以继夜的敲打声 等战场上 验证其效果了 坐在龙椅上的皇帝 精神奕奕 难掩笑意 看看哪个鸡贼 有荣幸 来给朕 寄弓弩吧 京城外 一队精兵壮汉 急迟停在了进军前 西州兵马府 总管中城部 奉旨调任 西北精略司 拜着亲兵的高声报道 一个二十七八岁 身材高大 年轻的将官 奏马上前 虽然迟了两年多 曾经被陈上 一力举荐的中城部 终于如愿以偿 但是到底因为年纪太轻 并没有立刻落定 精略史的位置 不过中城部的脸上 没有丝毫的懊恼 反而带着几分傲气 年轻又如何 他需要的不过是 几场攻击而已 中城部的视线 落在马车上 亲自伸手掀开油布 露出旗下摆放整齐的弓弩 这就是那号称三百四十余步 如鱼目半杆 七十步外 洞穿铁甲的神兵利器 他眼中带着几分质疑 伸手拿着一架弓弩 弩身上的毛刺 扎得他手有些刺痛 这种粗糙的做工 不是号称 一个有些稚嫩的声音 在旁边响起 而就是 中城部转头 看着这边站着的 一个少年将官 你就是为陛下 施设神毕宫而得官的 周世军 周福是吧 周六郎失礼 见过将军 中城部哈哈一笑 将手中的神毕宫 放回车上 那便让某来看看 是不是徒有虚名 不知道说的是神毕宫 还是周六郎 周六郎神情无波起身 出发 伴着传令兵的号令 大军轰轰急迟向西而去 大路上的行人 早已经避开了 看着这群大军远去 才重新回到路上 看到没 那车上 装的就是神毕宫 有人指点着说道 路人们纷纷看去 其中有几个学子 装扮的年轻人 风尘仆仆 显然是为明年科考 而提前进京来的世子 皇帝生辰时 有人献上 神毕宫的事 早已经传开了 还有一些诗词传出来 当然其中多数是 吹捧皇帝的堆砌之作 但这并不妨碍神毕宫的流传 这些进京的世子门路上都听说了 不过对这件事的真实性 有些怀疑 每年都有敬献的祥瑞 结果呢 是不是神兵力气 还是看了成效再说吧 且不听这些吹捧的祥瑞 要说是京城 实实在在的好东西还是有的 比如那启庭寺的无名氏五字 另有人岔开话题说道 读书人最爱的还是谈诗论斗 说到这种事有兴趣 还有隐隐的不服气 嗯 对 是 我也常听人说了 我一直等着去看看 到底怎么好 离魔回来的字帖 看着总有些不够味道 现在终于能够惊艳看到了 先前说话的世子被抢了风头 有些闷闷 跟在人后前行 此时他们远远的可以看到城门 他的视线落在一旁呼得一亮 哎呀 那边就是那个妙岩山墓了 他大声喊道 正议论字的世子们 被他喊得又回过头 有些莫名其妙 哪个闲人的墓 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时经时分 时而悲叹 如今这炉政已经放出来 还灼声了 这就对了 才是当维护的剑官 既然到了 那就去那好汉墓前看看 对对对 只可惜没有带酒啊 要不然静山一晚 大家说笑着 果然下马走过去 听到说酒 最早说话的世子又笑了 那成家娘子 在墓前砸碎了二十多坛子烈酒 据说这里的地上都是酒味 多少人来死 行味解馋啊 此时众人站定在墓前 听了这话 大家都笑了 还有一个果然低下头在墓前 我来闻闻可有 据说这是天下第一烈酒 那一日醉倒了无数的人 那世子说道 话音未落就听扑通一声 众人吓了一跳 忙看过去 见那位低头在墓前的世子跪下了 跪了 天四兄 果然闻了味儿就醉了吗 有人哈哈笑道 那跪下的世子 神情呆呆地盯着墓碑 醉了 他喃喃说道 伸手颤颤地俯上墓碑 徐茂霄 这样子不像醉了 倒像是中邪了 大家忙回过来询问 那世子却不回答 只是俯着墓碑 在旗上开始描画 徐茂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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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里一遍遍地念叨 徐茂霄是谁 大家看下墓碑 顿时也愣住了 这 这 当初是无字碑 什么时候刻上碑吻了 先前的世子嘀咕道 话音到此也停下了 神情也如同那贵制的世子一般呆住了 徐茂霄 而与此同时更多念念声响起 范石头 蜡月 徐茂锤 范三丑 一声声的喊在墓前响起 一众世子永永惶惶 要做做不得 要站站不得 举止颠颠 引得路上的人都看过来 这是怎么了 大家惊愕不已 待看清那是什么地方后 就更加蒸蒸 这目前前一段 也是如此热闹 是好些酒鬼来此寻酒 但一来酒味早已经散尽了 二来毕竟是他人目前 很快就没人再来了 怎么突然又来了这些人 看装扮也不是酒鬼 而是些读书人 怎么一个个癫狂的如同酒鬼一般 该不是 闹鬼了吧 西北龙骨城观厅 此时院子里站满了人 一个个衣衫蓝绿 形容枯手 不过随着院子里 站着的那位 一扬顿挫的颂读 原本惶恐不安的神情 渐渐地变成了激动喜悦 封宣节校尉 命掌管君马事宜 宣读完 看着面前跪着的徐四根 徐四根接纸 徐四根后头哽咽 伸手接过 站在一旁的人 轰的一声将他围住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 又升官了 又升官了 还有人激动地哭起来 这些人都是他的亲友吗 哎呀 听到徐四根升官 怎么比升官的人还要激动呢 啊 围观的人们好奇地问道 不是 这些人都是灵官寨那些逃兵还有民夫 他们被关了好一段 都以为要死了 这突然被放出来 那徐四根又被升职 可见肯定是死不了了 所以才高兴地哭呢 场中的人还在激动 官厅里迈步走出一众将官 你们这些怕死的家伙们 声音响亮 顿时盖过了喧闹 院子里安静下来 你们这些怕死的家伙们 男人又重申一遍 似乎怕大家听不清 在场的才逃过大难的欢喜的人 面色顿时又微微发白 都看着这个将官 忠诚部目光扫过这些人 毫不掩饰眼中的鄙视 你们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 关厅局 脱下你们的军袍 何家滚出龙骨城 滚出西北境 现场一片安静 滚 忠诚部猛地喝倒 一多半的人打了个哆嗦 忙转身 嬉嬉缩缩地低着头向外走 但除了徐四根和刘奎 还有一个人始终站着没动 你 为什么不拐 大人又没有说我 我自然不拐 忠诚部笑了 看着他 我怎么没说你 而此时走的人 也悄悄地回头看 更有人小声地患那男人 催促他好容易逃出一命 别再激怒这个凶煞煞的将军了 男人依旧站着不动 因为我不是怕死的 或许以前是 但是现在不是了 现场安静一刻 忠诚部哈哈大笑 笑声回荡在院子里 他抬起手说道 院子里势力的亲兵将官们便齐声应和 先是院子里接着船到外边 声浪阵阵滚滚不绝 那些已经走到门口的兵丁名夫 面色白白红红 先是有一个 紧接着两个三个的都转过身走回来 娘的 是怕死 死有什么可怕的 死在床上跟死在战场上不都一样 徐茂修他们死了都能挣回一个工赏 咱们活着的难道还不能吗 看着他们站定在那男人身旁 跟着其声呼吓 忠诚部嘴边浮现一丝笑 厅堂里的将官自然听到这声响 其中几个年长的神情复杂 果然是年轻人能鼓动士气 钟将军到底年轻啊 一雪前耻这种话 也敢这样轻易的说出来 前耻 前任造成的耻辱吗 江文元可还没走呢 也还没定论呢 就这样大咧咧的无视脚踩 好吗 长得不错 说得也好听 就看看干得怎么样了 大街上 将官士兵们不断地跑过 各自集结 从牢房里放出来的刘奎 只换了身衣裳就跑出来 连脸都没顾上血 有人在身后叫住他 刘奎回过头 看一个少年郎军骑在马上 马上装备齐全 这是中等将官们才能有的装备 泽泽看着这刀这毛枪 还有三个弓弩 那少年将官伸手 拿出两个地过来 刘奎愣住了 这是范姜林托我给你的 一个是徐棒锤的三弹弓 一个是朝廷新配置的神弊弓 至于怎么用 你可以去公弩镇那里请教 刘奎蒸蒸地接过 我带他说话 周六郎纵马而去了 站住 把弓箭留下来 身中没给你配发弓箭吗 谁让你用这个的 私配器械 乱军技 给我拿下 没听过有好兵器不让用的 我让军中花钱这段好事 才有人嫌弃吗 好兵器 好兵器放在你们手里那就是糟蹋 那来 我说有就有 你敢不听上官将令 如此目无尊长 谁敢敢用啊 让你们做一惊都不行 刘奎顾紧了手里的弓 闷闷一刻 视线才落到另一架弓上 神弊弓 什么东西 拿神弊弓来 有人高声喊道 伴着这声喊 原本立于城门的一排弓箭手 立刻退了下去 另有一排举着弓弩的兵丁站过来 日光下可以看到他们的弓 已经上了弦 位于城门下勾好礼的刘奎 回头看去 又看了看放在一旁的公母 不就是众母吗 他嘀咕道 将手里的刀握紧 朝廷这次又是被哪个贪财 像富贵的家伙忽悠了 前几次的教训 还没止够吗 他嘀咕声未落 整个人崩了起来 目光死死盯着前方 那里一大波集结的藩军 正慢慢逼近 马蹄针的整个地面都在发抖 刘奎放下手里的刀 来抓弓弩 迟疑一下 自然拿起了徐棒锤留给自己的那把弓 对准了前方 心中默默地计算着 徐棒锤 你看好了 看我是怎么用你的功来杀贼的 再近些 再近些 赛 隆隆的鼓声就在这时震响了耳膜 这是进攻的鼓声 刘奎下一世就随着鼓声射出手中的剑 但旋即 他便回过神 你干什么 他愤怒地喊道 扭过头 新来的小子恰傻了吗 叫这鸟能射出个鸟啊 他的喊声戛然而止 看着头顶着如雨飞掠的剑矢 脚下传来有节奏的震动 呼得乱了 惨叫声在前方如雷般滚滚而起 刘奎呆地看着前方 如同被收割的麦道一般 齐刷刷地从马上跌下的藩贼 这么远 这么强 鸟鼓声味觉 耳边嗡嗡的弓弦声相合 刘奎昂起头 看着头顶上似乎一只卫尖断的剑矣 这么快 这么密集 刘奎浑身发抖 伸下手中的弓 抓起一旁的神臂弓 有些慌张地踩空了几次脚灯 心中暗恨自己 没有认真地听那弓弩阵兵的讲述 耳边已然有欢呼声响起 刘奎恨恨地骂道 看着本来要逼劲的藩军 似乎流水般地开始后退 越发地焦急 他吼叫着 将手中上号剑的弓举起来 狠狠地扣动 龙骨城里 江文元已经在自己私宅的厅堂里 坐了很久 江大人 门外有人走了进来 声音带着几分不耐烦 可以起程了吧 江文元神情目然 再等等 那人吐口气 又走近几步 还等什么 江文元不说话 放在心上的手紧紧地攥起 他不信 他不信 老天爷都不让他走 这些人怎么能让他走呢 抱 外边传来高声的呼喊 大姐 大姐 中将进收复两宝三寨 这喊声传进来 江文元的脸色顿时变白了 他猛地坐着身子 身子前倾 要听清楚 但喊声却远去了 是听错了吧 是幻觉吧 屋中的人已经急不出去了 不多时又进来 怒不非解 江大人 中将军一战大胜 西北可稳 你可以安心了 可以安心了 江文元颓然坐回去 似乎被抽干了力气 是因为那个神毕宫吗 大人 这话说的 自然是因为中将军指挥得大 江文元也吱声笑了 站起身来 走吧 他抬脚迈步 走到院子里 又停下脚 那个神毕宫是 范江林县的吗 男人含笑点点头 是范军奸 他加重语气道 范军奸 江文元觉得有些滑稽 又觉得有些恍惚 他不由回头看院落 三年了 还以为能住得久一些呢 怎么会这样呢 到底是怎么成这样的呢 别后悔 耳边少年人的声音 再次响起 难道就是因为当初 没有核查这几个死兵丁的工赏事 就因为这个 江文元 你别后悔 江文元闭了闭眼 转过头 迈步而去 江文元还在路上的时候 西北大捷的消息 已经通过脊脚地 报到了京城 一路上 高喊着捷报 穿门过街 上街市都沸腾起来 临街的一间酒楼里 高陵波忍不住向下看去 清楚地看到 急迟而过的信兵 大人 你要为我们家老爷做主啊 面前几个年长 或者年轻的男子们 还在唠叨 这是被人记恨栽赃 污蔑才致死的 这件事跟他无关的 高陵波点点头 又摇摇头 怎么能叫和他无关呢 只要坐上了这个位置 便一定成了人的眼中钉 肉中刺 想要无关 是不可能了 能做的 就是不给人留下 拔出自己的机会 但偏偏江文元留下 找个机会了 虽然这机会说起来 本身那么的可笑 秉配江家的人 高陵波缓步走出来 沿着楼梯慢行 他又想到了陈尚 心里终于肯定 陈尚是真的变了 陈尚学会用上了一些 不变见人的算计 比如在西北 鼓动安排的那些手段 学会了跟皇帝 以退为进 闹请辞的把戏 还会说山情的话 来哄皇帝 这些陈尚以前 从不会干的事 他是什么时候变了的 又或者说 他是听了谁的变了的 难道是 江州傻儿 这个江州傻儿吗 是因为一个酒楼 就无声无息地将刘将领 弄得生不如死 如今不过是几个 死了的冰丁的封赏 逼死了一个当事官员 还不够 非硬生生地死咬着 毁掉了一个 精略使得江州傻儿吗 多大点的事啊 至于吗 而这一切 听起来是不可思议 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这女子不仅想了 还做到了 且还轻轻松松 举重若轻 这个江州傻儿 徐宝霄 不对不对 犯石头最好 你懂个屁啊 茂园山武人里 徐宝是最精妙 宣华生 让高陵波猛地停下脚步 什么 茂园山 怎么还有人提起呢 没完没了了吗 又这徐茂修是什么东西啊 嗨 官人 您不知道吗 那茂园山武壮士的 目前立了碑文了 身旁的知客说道 眉飞色舞 这徐茂修 范石头 徐棒水 范三丑 徐腊月 便是这武壮士的名字 听着这知客 顺畅熟络地爆出这名字 高陵波难眼惊讶 怎么这几人的名字 也变得如此地人尽皆知了 光一个茂园山还不够吗 知客眉飞色舞地大声说道 那碑文上的字精妙无比 如今满京城的人都有去看呢 那些人说 说比且庭寺的字还要好 当得起天下第一呢 天下第一 高陵波恶人 好 好 果然是光一个茂园山还不够 果然一群市井小民间 说书流传还不够 还要读书世人大夫们 牢记不忘 中还要五人流明人送念 好个江州傻儿啊 高陵波眯起眼 看就是这几个字而已 但是城里的人都疯了 官府不得不派人 把那墓地围起来 那程家人也派了人守墓呢 要不然只怕要被偷了去 别逗了 谁会偷人的墓碑啊 谁会偷 我告诉你吧 我看了这次我都想偷 别提那些恨不得日日守着墓碑的那些人了 连薄阳郡主都亲自去看了 看完了 回去哭了呢 啥 稀的 什么呀 高兴的 说这辈子能见到如此悲闻 值了 耳边的窃窃私语不断 然后有人轻声咳嗽了一下 陈十八娘不由绷紧了身子 比陈娘子的字如何 哎呀 你这话问不是白问吗 那怎么能比啊 那是谁不能比谁啊 没有人回答 响起了高高低低的笑声 这笑声比回答还让人难堪 陈十八娘咬住了下唇 抬脚迈步 走出去好远 似乎还能听到身后的窃窃私语 以及指指点点 还好大皇子这边的客堂宫殿闲人少 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站住脚 从袖子里拿出手 展开握着的一张纸 泛石头 三个字狠狠地撞进视线 令人目眩 陈十八娘不由闭了闭眼 我今日来 就是想让娘子看看 我是否努力也没有用 想让娘子看看 我是否尽意了 尽意了 他说尽意了 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 那么是否努力也没有用这个问题 没有回答 当时他走到院门口时停下脚 就是想问一问 但又不敢问 或者不想问 现在他知道 为什么那娘子没有回答了 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敢 也不想了 因为答案 依旧 只要多练 就能和娘子写得一般好了吗 不能 有时候是天赋 不能 不能 陈十八娘 攥起手 纸张慢慢地团成一团 有眼泪 一滴一滴落下来 陈娘子 身后有声音喊道 陈十八娘惊回神 将纸团好 塞进袖子里 一面盲擦了擦眼 转过身 深吸一口气 微微喊笑 一个宫女 一个宫女 在高台阶上 冲她失礼 贵妃娘娘请你呢 陈十八娘应声势 抬脚上前 沿着路向内宫而去 远远地见 也有一个内侍 引着一个女子 慢行而来 她不由站住脚 看着那熟悉的身影 她也来了 那是谁 站在台阶上的贵妃 微微眯眼问道 看着远处走过的女子 娘娘 那就是陈娘子 陛下传见她呢 贵妃嗡了声 往前走了几步 啊 就是那位 能起死回生 神仙的弟子 成娘子 她嘴边浮现一丝笑 我想 亲王的病 有痊愈的希望了吧 她的嘴边带着笑 眼中 却是闪过森森的寒夜 拖了这么久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跟两年前相比 这时候救治好了庆王 功劳才是最划算的吧 好个江州傻儿啊 笑声在空旷的宫殿里响起 伴着哒哒的脚步声 柳哥儿 建安郡王伸手 拉住乱跑的庆王 擦擦汗 谢谢 看着建安郡王牢牢地拉住庆王 后边两个内侍喘着气笑 还是郡王力气大 庆王傻儿力气瞒 倔上来 两个内侍都按不住 那是自然 我自然要累得壮壮的 要不然 怎么能好好地照看陪这六哥儿 建安郡王接过内侍捧来的手筋 给庆王擦汗 又端过汤也喂他 殿下 门外有内侍急步而进 低头失礼 人来了 建安郡王的手微微一顿 庆王趁机跑开了 这小子 殿下 您过去吧 内侍低声说道 建安郡王摇摇头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这么快就去 比陛下知道的还快吗 是 奴婢鲁莽啊 不 是你心急了 急什么 一年年的都这样过来了 他看向殿门外 将手里的毛巾扔回去 副手而立 这一次见到皇帝 不是在外宫的秦政殿 而是内宫之中 外父觐见见 虽然是年轻女子 但皇帝也避讳 所以地点选在太后宫中 对外的理由是 太后喜好书法 其实太后原本 更喜好的是神医的传闻 但鉴于那女子 非死不至的规矩 皇帝觉得 真要以这个理由去传 一来不吉利 二来那胆大包天的女神 说不定会抗制 这么小呀 看着跪在地上叩头的小娘子 太后惊讶地说道 这么小 几乎所有人 见到这娘子第一个念头 都是这个 这么小 就是这么小的人 闹得满城风雨 把他这个天之子 都玩弄于手上 今年十七岁了 才十七岁呀 比伟郎还小两岁呢 皇帝应声势 气氛融洽 丝毫没有前朝议事殿上的肃穆沉重 抬起头挨家看看 太后的声音从上传来 承交娘应声势 跪坐直起身子 见怪美人的太后 也瞧得愣了下 长得真好 她含笑点头赞道 端庄大方的 江州人 江州城市 就是当年挖河造渠 有愚公之称的成家吗 皇帝点点头 那怪不得福泽身后了 有仙人照看也是应该的 这话说得皇帝没法接口 听你说 你的仙人师父不在了 太后话头一转 终于问到承交娘 承交娘失礼 回娘娘 民女自幼痴傻 醒来后 不记得以前的事了 关于陈上说的 并周寻人的事 皇帝已经再次派人查证过 的确没有遮掩千真万确 而且他得到的信息 比陈上还要详细 是古渊山人士 是个独树人出身 但一直无成 太后和承交娘都认真地听着 至于承交娘都有些失礼地抬头 指示皇帝 神情眼神虽然依旧无波 但其内的迫切 好奇 以及隐隐的激动 都瞒不过皇帝 看来对这个人 他的确是一无所知 而并非刻意隐瞒 姓诵明金 伴着皇帝说出这个名字 承交娘宁神一刻 稍后慢慢地摇头 不是 没印象 功名几次不重 后来有一日 突然就疯疯癫癫了 穿着道袍 唱着道琴 不知所踪了 那还是和道家有关 太后点点头 说不定也是得了点话 从此逍遥去了 听到这里 皇帝有些遗憾 能把一个傻子治好 且教会了这么多记忆 他本人该多厉害呀 这种人怎么就死了呢 如果没死 圣徒弟先入室 然后名阳之后 三顾茅庐的相请 也不失一桩美谈 没有去寻找钱 他的确这样想的 但再三打听 确认这个宋金是真的死了 不是躲起来了 看来古人请圣贤的故事 也不是常常会遇到的 成交娘垂目不语 心里却把宋金这个名字 念了好几遍 跟自己的呈访不同 宋金不是她所认识的名字 但听适才皇帝讲的那些事 可以得知 突然疯疯癫癫 应该是和这个成交娘吃傻 突然好了一样的道理 是谁呢 是谁呢 来叫醒自己 可是为什么又死了 不留在并州等着自己吗 成交娘放在膝上的手攥起来 陛下 她俯身失礼 陛下能将探听的 这位宋金先生的事 相貌等等 赠予民女吗 这女子情绪的变化很明显 迷惑又激动 这种反应很正常 不是座位 皇帝点点头 既然是你的师父 自然要给你的 她说道 一面吩咐内侍去皇城司拿来 你写的字也是她教的 太后拿起积案前的字 难掩赞 一开始她只当是敷衍 待看了拿来的字 才知道为何盛名 为何薄阳郡主在家里哭 明明也没写什么 只是写了名字 落了年月 却让人看得又是悲又是哀 纵笔毫放 一泄千里 试出求见 杂以流利 或若赚咒 或若捐客 其妙解处 待若天造 可见吴代儿公者 忠义真挚之痛 承世 你兄长莫于战事 还望节哀 承娇娘俯身 叩头谢礼 承世 西北已经传来捷宝 三宝两寨收复 这都是神毕宫的功劳啊 承娇娘立刻再次口头 陛下此话诧异 这是西北将士 奋勇不惧 为国尽忠的功劳 这是陛下胜得天佑的功劳 区区技巧之物 怎能胜于人力 皇帝闻言笑了 承世 你的兄长们皆有了封赏 朕知道这马铁神毕宫 都是出自你手 你想要什么封赏啊 陛下 这些一来不是民女的 只是得人教授的 二者 民女学到什么并不记得 如果没有这些兄长 他们有求有念 民女也不会想到这些 再者 如果没有陛下宽宏仁慈 这些事 自然也没有了 所以说起来 这些倒与民女无关 不是我的 也不是因为我才有的 民女怎么敢鞠躬 皇帝闻言一争 玄疾又想笑 但再一想 又觉得笑不出来 神情极其古怪 而那边的太后 已经笑出声了 这孩子可真会说话呀 竟然还有这样谦逊不鞠躬 还能说出这样 让人信服的道理 皇帝苦笑了一下 这小娘子不鞠躬 还顺带夸了她 但也到底没忘说出一句话来 堵住自己的嘴 因为这些兄长有求 她这个做妹妹的 才会感念 才会想起来 但现在没有兄长了 所以她想不起来别的了 是真想不起来了 还是有怨气 有怨气也不错 至少说明心中有欲有求 总好过那些没心没肺的 再说 到底只是个小女子 闹闹小脾气也没什么 这不是还知道自己是皇帝 没忘赞扬几句吗 这小娘子此时的表现 和她一贯作风相同 稳稳扎扎 不屈不寐 却又恰到分寸 可以肯定 这不是陈少娇的 此次的事 的确是她一人所为 而陈少等人 不过是借机而上 顺势而为 这边正说着话 外边有急促的 蹬蹬的脚步声 似乎有人急跑 皇帝皱眉 在这太后宫里 谁人敢这样失礼 但玄疾她想到什么 神情释然 暗自点点头 门外有些争执 很快内室就进来了 带着几分为难 陛下 靳安郡王求见 太后笑了 看 到底有人 还是为了这个 想要见她 指的是 以神医身份 相照的事 皇帝也笑了笑 他不来才怪呢 为了这娘子 他也是有怨气 又有期盼 要恨 却又忍不住相帮 目的不是和这娘子一样 为了自己在乎的亲人 还能是为什么呢 传 那是领命 门外旋即脚步极小 陈娇娘起身 还未抬头 就觉得一阵风一般 有人停在面前 垂着的头 看得随着走动 掀起的衣袍下 露出一双精美的官靴 同时淡淡 与这宫内的沉香 不同的清香 围绕散开在鼻息间 陈娇子 你来了 清朗的声音 从头上落下 夹杂着难掩的激动 承将娘后退一步 屈身失礼 贵妃娘娘 一下没一下地 用长长的指甲 敲着积案 无视旁边宫女 递来的金盏 靳安郡王果然去了 有一个内侍 急步而来 低声说道 贵妃冷笑一下 收起手 接过宫女捧来的金盏 慢慢地引了口 然后呢 皇上和太后 给他许下什么 他就同一致了 内侍摇摇头 还没有说 亲王的事 贵妃停下手 看着内侍 还没说 他旋即一笑 端起金盏 继续蔓延 倒也是 都等了这么久了 也不用这么急 倒显得 车效难看 吃完放下金盏 站起身来 走 我们也去见见 这位成娘子 听说 她的字 当是天下第一 那不如 请来教授大皇子 陈十八娘 已经在一旁 等了些时候了 不过坐在这边等 并不会无聊 书架上 摆满了各种书卷 她手中握着一卷 一面看 一面听的里面 传来读书 以及讲解声 娘娘说 让殿下下了课 去太后宫里 做什么 那个成娘子来了 太后娘娘 都要亲自 看她写的字呢 一定是想让她 教授殿下呀 那陈娘子 哎呀 有了天下第一 谁看第二啊 陈十八娘 放下手里的书卷 陈娘子 陈十八娘 有些受惊地 忙起身应声 这倒是让内侍 吓了一跳 陈娘子 殿下请你进去 她忙说道 一面侧身相请 陈十八娘应声是 挺直几背 端着手 迈不进去 朝堂上 陈上那么凶 连皇帝都不敢得罪 她家的小娘子 进了宫里 还是有些战战兢兢 也不过如此嘛 小内侍滴滴笑了笑 转身跟了上去 原先蒋经义的 国子健的官员 已经告退了 屋中只剩下 还坐在积案前的大皇子 十三岁的大皇子 已经退去了志气 从小到大 从礼仪到经义 算术等等 专人时时刻刻的教导 让她带着不同于 同龄人的尊贵气质 陈娘子 她端端正正的 行了半弟子礼 陈十八娘还礼 并没有立刻开始习字 而是目光 落在大皇子面前的 积案 以及身旁 满满的都是书卷 这些都是殿下要读的吗 陈十八娘忍不住问道 家中的兄弟们 自然也读书 但是跟大皇子 一般年纪的弟弟们 读的可是远远 没有这么多 大皇子肃容点点头 放下手里的一卷书 又拿起另外一卷 陈娘子 你要是要准备一下的话 我就先读一张书 陈十八娘的视线 落在书上 你已经读到这本书了 大皇子点点头 读书自然是要勤奋的 诶 我们殿下读书都读到很晚呢 很用心的 很勤奋的 一旁内侍带着得意恭维的说道 多少人都夸我们殿下读书好呢 的确是 陈十八娘在家 也听陈少说过 大皇子的功课是极好的 玄儿殿下是这样的勤奋用功啊 读书做事 自然是要勤奋的 难道大娘子你习书有所得 不是勤奋的缘故吗 是 自然是 他勤奋用功 所以有得 陈十八娘点点头 没关系 只要努力 只要勤奋 一定有得 他不怕 不怕 殿下 那您先读 我就先写几个字 大皇子点点头 拿起书卷 认真地读起来 陈十八娘转过身 原本有些慌乱的脚步 沉稳下来 面带几分笑容 走到自己的积案前 提起早已备好的笔 扶袖落笔 而此时迈进太后宫里的贵妃 没有见到成娇娘 走了 她有些惊讶地问 去看亲王了 太后含笑说道 带着几分欣慰 这欣慰落在贵妃眼里 垂在袖子里的手 不由握紧 陈房 积案郡王回头 看着跟随其后的女子 微微一笑 你来我家里 不用犯强 承江娘抬起头 看着她 在看面前几个被内侍 缓缓推开的宫门 微微一笑 这是新进的果茶 这是新做的栗子糕 你再尝尝这个 一向安静的庆王宫里 内侍宫女来来去去 脚步匆匆 手中捧着的盘碟斩 来回穿梭 承江娘面前的积案上 琳琅满目 积案郡王却还在不停地想 不停地吩咐 承江娘并没有说什么 不管摆上来什么 她都会认真地尝一尝 吃不下别撑着吃 承江娘点点头 喜欢哪个 让人装上带回去 金安郡王又高兴地说道 承江娘再次点点头 并没有客气 伸手点着积案上 这个 这个 哦 还有这个 一旁的宫女内侍 纷纷侧目 难掩惊讶 这个小娘子 可真不客气啊 金安郡王高兴地 喊人快去装 又一叠声地 问亲王醒了没 两个内侍 忙转身去看 殿下一年见人 也没说过这么多话吧 你是什么时候回江州的 殿内 金安郡王的话 还在继续 一年前 金安郡王嗡了声 哦 你兄长的事 真是遗憾 承江娘点点头 说了声谢谢 不知道是谢他此时的问候 还是谢这次的相助 或者都有吧 金安郡王再次露出笑 亲王来了 外边人报 金安郡王忙站起来 看着被内侍拉着的 不情不愿揉着眼进来的亲王 小哥快来看 是成娘子来了 他笑道 伸手拉过庆王 庆王连他都不认得 哪里认得什么成娘子 恩阿阿几声 就往地上坐 伸手去抓 金安上的吃食 金安郡王认他随意 一面看成交娘 看 一年多不见 他长高了吧 他还带着几分小炫耀 成交娘认真地 看着庆王点点头 嗯 长高了 就是还是太胖了 金安郡王说道 看着大口大口 吃东西的庆王 室内一阵安静 只听到庆王 哼哼哈哈的含糊声 站在一侧的内侍 已经好几次 看见安郡王了 却见他不是和那成娘子 说些吃喝的事 就是看着庆王 又看看成交娘笑 始终没有说该说的话 抬起头 看着门外的内侍 已经微微地站过来一步 在门边露出半个身子 不能再等了 殿下 我们先退下了 他迈上前一步 笛声说道 您与成娘子说话 金安郡王的身子一僵 目光看着成交娘 成交娘似乎没有听到内侍的话 依旧安静地低着头 吃着鸡岸上的糕点茶果 他从来没见过 有人会吃东西 能吃得这样认真 就好像从来没有吃过一般 专注敬畏 他吃的并不是什么吃食 而是鲜意吧 就像小时候在家 逢年过节 父王母亲都会把好吃的 给他们兄弟姐妹们面前摆 摆的是满满的爱意 虽然记忆里没有几次 但总好过他吧 他应该一次也没有 殿内的人开始鱼怪而出 脚步声上金安郡王回过神 慢着 走在最前面的内侍 身子一僵站住了 所有人也都站住了 承娘子 一年多了 你看如今亲王的病 能治吗 承江娘放下手里的筷子 抬起头 他没有病 所以谈不上治不治的 金安郡王点点头 叹口气 好 我知道了 承江娘失礼 您女告退了 金安郡王没有说话 点点头 看着承江娘 慢慢地退出去 在视线里 慢慢地远去 就好像再也见不到了 他一眨不眨地看着 呼地见那走到门边的女子 停下脚 抬起头看着她 微微一笑 动了动嘴唇 方伯从 别难过 金安郡王猛地坐直了身子 一瞬间 呼吸似乎停下了 承江娘迈过门槛 转过身走开了 亲王吃完东西 用袖子抹了嘴 起身 跑出去玩了 那是宫女们忙跟着 店内顺时变得安静下来 看着一直坐着不动 似乎僵住的金安郡王 那内侍走上前跪下来 奴婢自作主张请罪 他叩头说道 萨儿 我知道你是好心 是为我好 陛下 内侍抬起头 神情感动 但是什么叫为我好 金安郡王打断他 视线落在他身上 我认为好的 才是为我好 内侍面色发白 俯下身 要做的事有千万种方法 不一定非要伤害 金安郡王目光看向门外 那里已经看不到 承江娘的身影 在乎的人 方伯从 别难过 金安郡王脸上的笑意 再次展开 好险好险 万幸万幸 太后宫里 贵妃不时地向外看 娘娘 怎么不叫 金安郡王来这里 咱们也好听听 怎么诊治的 躲起来 说的什么 咱们可不知道 金安郡王睡着呢 为了哪里 舍得叫醒他 拉着他走这么远过来 半路上 还要被不长眼的东西们 一惊一乍地看 怎么叫躲起来 这有什么好躲的 好瞒着的 贵妃心里哼了声 一惊一乍了 有金安郡王在 如今宫里 谁敢对这个傻子 一惊一乍的 一不小心 就被扣上 嫌弃亲王的帽子 打个半死 正说着话 有内侍急不进来了 回娘娘的话 郡王说 成娘子还是不能治 他躬身低头说道 太后啊了声 坐起身子 啊 真的吗 贵妃娘娘 亦是如此神情询问 是 当时奴婢 就在门口外呢 听得清清楚楚的 我听到那郡王询问 那成娘子说 姓王没有病 所以谈不上治不治的 怎么叫没有病呢 那事没有回答他 太后先回答了 当初伟郎带着六哥去找他 他就是这样说的 说六哥是傻了 不是病了 更不是要死了 所以他不治也治不了 他叹口气 一脸忧伤 哎 伟郎呢 哦 殿下说 要看了庆王 就不来给娘娘亲自回话了 还望娘娘恕罪 哎 看 又被打击一次 太后再次长叹了一口气 贵妃陪着叹息几声 又宽慰几句 这才起身走了出来 走出太后的宫殿 她的眉头就皱起来 真的假的 是才那内侍 宫身小心上前 带着几分陪笑 不敢瞒娘娘 奴婢亲自听着呢 看着呢 确实是这样说的 成娘子说完 郡王人都不好了 现在还在殿里待坐着 不见人呢 贵妃闭嘴没说话 思寸一刻 那 她看着庆王宫殿的方向 万一有了病呢 有了病也是治该治的病 吃啥又不是病 被召来的高陵波 听完贵妃的讲述 摇头说道 娘娘 你多虑了 你不幸这是金安郡王 和那成娘子没说实话 故意欺瞒能治呢 娘娘 怎么欺瞒 那么多人看着听着 说得那样清楚了 还有什么可欺瞒的 欺瞒陛下 有什么好玩的 天子是被她随意用来耍着玩的吗 一次还不够 还有几次 贵妃将信将疑的坐回去 这成娘子既然二次说不治 我想她一时半日的 不会在天下人面前自打脸面 目前她无需多虑 一来不至于威胁到大皇子 二来陛下现在也不会舍得她走 不到逼不得已 我们不能对她铤而走险 否则得不偿失啊 是有轻重缓急之分 一定要分清楚 否则就是自乱阵脚 现在事情还不急呀 贵妃一脸焦躁 一个静安郡王整日在宫里晃 就够心烦了 又来了一个什么成娘子 神神道道要力要气的 该解决的解决 该拉拢的还要拉拢 不急 不急 怎么不急呀 郡王都拾酒了 还住在宫里 如今又来了个神医 虽然说非必死不治 但保不准还有别的什么神仙手段 那些道家不是最擅长修仙养身的 那个彭内汉 不是又生养了一个小儿子 陛下可是跟他年岁差不多 说不定也能讨个秘法 再生个儿子 高陵波碾虚凝身一刻 那就让郡王离宫去 怎么离 一张嘴哄得太后陛下 把他当三岁的孩子捧在心尖心上 谁敢说让他走 舅哥要害他死的 太后恨不得吃了人家 高陵波一笑 既然太后担心 静安郡王离宫是要被害了 那也好办 让大皇子也离宫 大皇子 贵妃猛地坐起身 那怎么行 我要赶他走 不是赶四哥儿走 四哥儿才十三 这么小 殿下这么小就能出宫去亲王府 他都不怕 静安郡王这么大的人了 还怕什么呀 可是 可是 贵妃还是摇头 娘娘 你可知道如今在朝市上 陛下越来越倚重 静安郡王了吗 高陵波打断他 肃荣问道 说起这个 贵妃顿时更加愤愤 他已经听过好多次了 陛下总是夸静安郡王 而大皇子反倒被称得越发木呆 所以我说快点让他滚 在宫里 大皇子和郡王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出了宫 一个是亲王还是王储 一个郡王 而且只是郡王 娘娘 亲王进宫没什么 他一个郡王还怎么天天进宫啊 就算皇帝和太后愿意 朝臣们可不会同意的 清静清静 一则有亲 二则有静 才视为清静 如果只有亲没有静 这人情 可是寡淡如水呀 这样啊 离宫之后 郡王果然不能像如今这样 时时刻刻地出现在太后 和陛下眼前 而大皇子却不一样 一来是真正的亲皇孙 二来宫内还有自己 那静安郡王呢 什么都没有 也什么都不是 贵妃俯首宁斯 点点头 可是亲王呢 那小子肯定以亲王为盾 死赖着不走 亲王啊 高陵波碾虚 微微一笑 宫里的公主们也不少 大大小小的总有不小心碰到这个傻儿的 受了惊吓 也说不定 贵妃明白了 眼睛一亮 旋即又按下去 当初不是也被惊吓过 结果反而被太后斥责 高陵波 微微一笑 娘娘 那是以前 已经过去快要两年了 亲王的事 大家心里是很难过 但总不能永远难过吧 所以说是有轻重缓急之分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不能急 欲速则不达 而现在 是时候解决一些该解决的人了 人做事 总要付出代价 谁让这个静安郡王 当时在朝上多嘴多言 他高陵波 可是个很记仇的人 这一次吃了这么大的亏 可不是就此就算了 他可是要一点一点捞回来的 一场秋雨后 天气又添了几分寒夜 东城门的街门关礼貌走下城门 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坐马归家 而是换下官袍 穿上家常的衣衫 催马向城外而去 路上行人不少 但随着距离城门越来越远 人不仅没有手 反而更加多起来 前方喧嚣 就好似搭起了一个草室 叫慢声不断 怎么这里搭了个草室啊 离城不远也不近的 更况且再往西三里 就是个草室啊 发出疑问的路人还不少 又是好奇又是不解 往西三里可没有茂园山漠 这话让这路上人更惊讶了 不仅起了个草室 还是在一个墓前 生人如今都如此的 不避讳王者了吗 他的惊讶未落 就听到夜旁传来哭声 哀痛的大哭声 他扭头看去 果然看见那一座 被围栏围起来的墓前 一个年长的男人 正垂胸顿足大哭 上坟呐 不是 又一个看字看傻了的 旁边摆摊的伙计 一脸司空见惯的神情 看字 路人再次扭头 看那大哭的人 见那大哭的男人 身穿长衫 显然是个读书人打扮 客官 我这里有上好的笔墨职业 亲踏好的五人自贴 可是亲自从墓碑上踏下来的 伙计见着路人看得认真 忙大声的招呼 跟他们从其他人手中翻踏的不一样 路人还没听懂 旁边其他人则不干了 你少吹牛 如今墓碑被围起来 看管不许靠近 你怎么踏下来的 这你们就比不了 我三舅家的孙子的 姨母的 儿子的 小舅子 在太平居当差 讨了东家的允许 扯你娘的蛋 眼瞅着这边 骂僵起来 路人越发的糊涂 忘记了催马 视线看着那边 还在垂胸顿足的书生 我活了这么久 便习众家之常 自诩书有所成 听到人人都传 纪蓝亭后天下第二行书问世 我还不服 不过这话 对于周围的人来说 已经没什么新鲜了 不仅他们日日都能听到 自己也都是说过的 一个个 只顾着对着墓碑参谋 如痴如醉 但也有不少看热闹的人 对这些书生文人的失态 百看不厌 那你这是自残行贿 所以哭了吗 自残行贿那是自然 但我哭是因为看得悲伤 至情至真 感叹事事无常 悲愤其中 心在书中 书乃人魂 是书不是书 是字不是字 这种疯风丧颧世 这种风風颠颠的话 看热闹的人也听了不少了 有嘻嘻笑的 也有懵懵懂的 这边书声话音彩落 那边席地而坐的一个书生 拍手移了声 跳起来 我懂了,我懂了 他大声喊道,一面手舞足蹈 是书不是书,是字不是字,手心两旺才是真妙 他说吧,哈哈大笑,跌跌撞撞地就走开了 围观的人纷纷摇头 又舞到了一个,也许是又疯了一个 大家议论纷纷,礼貌让开身 看着这个疯疯癫癫癫而去的书生 迟一一下卖不上钱 不许进钱,不许进钱 目前有两个守护人忙呵斥的 礼貌停下脚,而一旁有人认出他 李大将,你也迷上这字吗 摆摊的一个伙计喊道 一声李大将,让周围的人都看过来 作为监门官,进进出出的生意人 大多人虽然不认得,但也混个脸熟 一时间都很惊讶 原来李大将也喜好这个 不做大将要做书生了吗 做大将有什么前途 正经文官才是前途 应该不是看字的,估计是来闻酒味的 如今目前被这些书生们围着 别说闻酒味了 连在这里大声喧闹都引得他们不满 这些书生也是恼人,能让他们看字,凭什么不让别人闻酒 呵呵,刘四,你是想要在这里也借光白酒卖吧 现场一遍议论吵闹,李茂有些尴尬,忙转身离开了 起码回到家中,便被父亲叫过去 李茂作为家中数子,性子又鲁钝 比不上其他兄弟们能言善语 打外场来不得,还做手艺 李氏烟火的秘方只能传于长子长房 他总不能去做个劳工吧 因此高不成低不就 还好父亲寻了机会捐了些钱给他谋个武神 也是想让家中更得一证 但就目前看来,指望他有所建树也是不可能了 李傅沉着脸开门见山 听说你常去作坊,还私调了配方 想要做什么 我这,我就是想试试 李茂迟疑以吓道 是,是什么事 李傅吓道,拍了急案 既然当了你的大将,就一心一意地做你的大将 作坊的事是你能管的吗 父亲,您还记得冒云山那一阵的焰火吗 可是要比我们家的好得多 还要是想 李傅冷冷看着他 李茂的话便想了下去 你想的还真够多的 我说过多少次了 家里的事不用你多想 你就好好地想想怎么晋升吧 都多少年了 比你早的升值了 比你晚的也升值了 只有你,难不成一辈子就当个守门官 李茂低下头不说话了 听凭父亲一通责骂 这件事你想得到 难道我们都想不到 李傅又说道 看着李茂带着几分警告 做人要本分 李茂才要低头应声事 就觉得地面一摇晃 同时不远处响起剧烈的声动 喧哗升起 屋内的人忙出来 向西边看去 见一处宅院上空 腾起浓烟 那是李家家中库房所在的方向 糟了 李傅和李茂面色都变了 李傅看向李茂 面色铁青 你不用想怎么升值了 想想怎么清罪吧 街上的锣鼓声 喧哮声 惊动了整个京城 才回到家中的高凌波 也被吓了一跳 着火了 他抬头看 从西方腾起浓浓的黑烟 似乎在担心什么 他站在院中 停下脚不走了 老爷放心 烧不到咱们这里 高凌波眯着眼 这火烧的可真是突然啊 只怕陛下太后娘娘们 都要吓一跳了 高凌波所想的不错 京城着了大火 很快被爆到了宫中 刚忙碌完正事 要歇歇一下的皇帝 又被惊得起身了 京城着火 不是什么稀罕事 但次次是要命的事 上一次 某家小妾 为了私藏几罐钱 一把火烧掉半条街的事 还没过去多久呢 一下放心 已经救了 亦没有多少伤亡 内侍忙忙说道 皇帝却不信他们这些话 火势还没灭呢 哪里就知道伤亡如何了 这些内侍们越发蠢了 安慰人都不会 他干脆走出殿内 来到宫中最高的宫殿上 往城中看 却见太后带着嫔妃们 也都在 听说是李家的烟火炸了 皇城司的人 自然已经打听报来了 也没有什么可瞒的 皇帝点点头 早说那些物事 不是什么好的 怎么能放在家里呢 盖死多少人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呀 太后合手念佛 连连说道 往日也不放在家里的 具体怎么回事 我征兵马正在查问 一定要治罪 皇帝点点头 众人不再说话 看着城外 索性火势渐渐小觑 浓烟也变淡了 而这时 更详细的信息也爆来了 事关紧急 属下带他进来回禀了 陛下娘娘有什么话 也答得详细 皇城司的人说道 指着身后更来的 武城兵马寺的官员 后宫中 飞船照不得入内 皇帝点头 李家人说 往日都小心得很 铺子都在城外 今日是家中子弟不孝 违规天智了配料 家人拿来对质责问 结果自曝 阴燃家库中 堆着墓尺等物 才哨了起来 那子弟已经绑起来了 正带发落 正说着话 那边靖安郡王 也带着内侍匆匆走来 难道出什么事了 伟郎 太后见他忙伸手拉住 一面低声说道 来家正要让人去叫你 此话一出 就见靖安郡王面色一变 还未转头 身后有尖叫声传来 孩童尖锐的哭声 也随之响起 尖叫声 撕裂了半边宫廷 所有人都吓呆了 靖安郡王 把脚就向后跑去 是小公主 一个嫔妃 一下子就认出 自己孩子的声音 顾不得失忆 也跟着跑去 正在回话的官员 自然呆住了 还是黄承司的人 先回过神来 后宫之事 怎么好事与人间 他忙一拉那官员就走 别的事可以好奇 但后宫之事 官员却一点也不好奇 回过神 立刻忙掉头 但还是晚了一步 迎面有宫人 慌张地跑来 手里抱着两个小公主 一个哇哇大哭 一个则已经似乎昏厥了 工人又是尖叫 又是哭 而在他们身后 传来哈哈的怪叫声 从奔跑的人的空隙里 可以看到一双举起来的手 那个就是已经两年 没有出现在人前的 曾经的二皇子 如今的庆王啊 官员呆呆地想到 看着越来越近的身影 肥硕的身子 大大的咧着嘴流咸水 在日光下闪闪发亮的一张脸 公主下晕了 娘娘 我要娘娘 书宁 书宁 你怎么了 快 快叫太医 快叫太医 简安郡王穿过这些嘈杂的尖叫哭声 颤定在因为人多 而越发兴奋 手舞阻挡的庆王身边 快按住他 太后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绑住他 绑住他 简安郡王抬头看去 看着神情惊恶 又难掩怒意的太后 以及最终目光 关切地落在 被嫔妃们抱住的公主身上的皇帝 她微微闭了闭眼 转身用力地孤住了还要奔跑的庆王 前所未有的大力 牢牢地将庆王定在原地 突然的背树 以及勒压的疼痛 让庆王大声叫喊起来 别怕 妖可儿 刚刚不过让别人来羞辱你的 太后宫中气氛沉沉 有清脆的耳光声回道 是奴婢的错 是奴婢的错 一个内侍跪在地上 啪啪地将耳光自己打得响亮 嘴边已经渗出血迹 奴婢是怕娘娘担心殿下 才自作主张去请过来 是奴婢没召开好庆王殿下 撞伤了公主们 闭着眼的太后 似乎被这声音过躁得烦了 她拍着肌按 带下去 一旁的内侍立刻将人塞住嘴 拖了出去 殿内恢复了安静 似乎过了很久 又似乎只是一眨眼 太后看向外边 公主们怎么样 已经看过了 拍了按神的汤药 说没有大爱 受了惊吓 只是小公主醒了 却还有些惊风之障 陛下在那边陪着呢 宫女失礼 低声说道 太后长长的吐口气 声息残落 听得一旁扑通一声 孩儿请罪 你又跟着添什么乱 太后弹手上她起来 金安郡王并没有起身 而是叩头 亲娘娘 纯许孩儿和亲王离宫 太后顿时沉脸竖眉 看着叩头俯身的金安郡王 伟郎 你这是在怪罪挨家吗 不是 孩儿是怪罪自己 金安郡王抬起头 看着太后 娘娘 孩儿只知受娘娘陛下 忽悠恩仇 却不思回报 已经两年了 就要三年了 孩儿却还如同懵懂小孩 不肯 也不敢接受现实 孩儿已经念满十九 却还居住在宫内 享受娘娘和陛下的呵护 却忘了 让娘娘和陛下 担天下人的说笑 哀家说过 谁人敢笑你 太后喝道 一拍其案 这是哀家的家事 外臣岂敢非议 千安郡王笑着摇头 跪行上前一步 娘娘 孩儿不怕别人笑 孩儿是自己 也要笑自己了 孩儿以为 躲在一角不见人 就能一切照旧 一切照旧 但其实 一切都变了 不是孩儿躲起来 不想不问 不看就不存在的 没事没事 哀家再给你们 寻个宫殿 让别人不去 打扰你们 太后伸手 要搀扶建安郡王 建安郡王 却跪直了身子 娘娘 孩儿不要躲起来了 亲王烧了 不是见不到人的事 孩儿要带着他 堂堂正正 光明正大的火 他又扣头 孩儿请求离宫 但孩儿让娘娘 再为难一次 宠溺一次 太后眼泪流下来了 伸手拉住他 你说 你说 俯身在地的 建安郡王闭眼 再次睁开眼 抬起头 孩儿 请求留在京城 与亲王同府 他竟然心自己请了 高陵波有些惊讶地问 亲随点点头 娘娘是这样说的 高陵波笑了 白手 亲随忙退了下去 哼 我就说这小子 可不是外表那样的 大大咧咧 没心没肺 他对幕僚们说道 一眼就明白事情关键 且当断变断 这份心智不容小瞧啊 一个幕僚点头道 这次看到太后和陛下的反应 能猜出对沁国的维护之心 不如以前倒不稀罕 看眼色这件事 还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 但看到之后 那份决断才是难得的 总然知道 圣券不似从前 但到底也是有圣券的 就算带了圣券 在皇宫之中生活 也不会太差 而离开了宫殿 那可是就再也回不去了 面对未知虔诚 而毅然的取舍 可不是谁都能立刻做出来的 与其等勤奋淡去 倒不如退一步 这一下 反倒成了陛下和太后 欠了他的情 大人 你说陛下会同意 毕竟静安郡王 在宫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不是父子也生死父子 不是父子 却不是父子 你以为皇帝真是有多大的情分 不过是爱面子 怕被天下人笑他无情罢了 如今有外观 亲眼见事情经过 给他做了证人 让静安郡王此时出宫 那是合情合理的事 他怎么会不愿意 要知道 君王已经使久了 别的人家的孩子 这时候都当爹了 高陵波在当爹二字上 加重语气 木良们点点头 要说情分 咱们大皇子 才是对他父子情深呢 他都肯离公救府了 天下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而陈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已经是皇帝做出了决定 大皇子出阁开府 封平王 领张义军节度使 庆王出阁开府 领魏魏少卿 静安郡王领右卫狼将 居庆安府 卓府司即刻修缮王府 择日入住 听到士书的念头 手里翻看另一份奏章请义的陈少 只是略停了下笔 早该如此了 养郡王于宫中 信妇人之言 成何体统 这一下子皇子们都开府出宫 倒是让御史们为难了 木良在一旁笑道 岳克只怕要另寻他路了 因为皇子久居 尤其是郡王久居宫中的事 近年来 御史们弹劾的越来越多 虽然都被留置不理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该说还说 陈少闻言冷笑 又不是只有皇子们为之 该出去的也不只有皇子 还有高凌波 身为皇亲国戚 案里也是该外放任官的 只是 目前西北已经如愿 只怕陛下短时间内 不会再允诺其他人事变动了 木良低声说道 更别提把高凌波赶出去 这对于喜欢玩制衡的皇帝来说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陈少显然也知道这一点 就会凤文小事 冒凭今夏的汉情 如今可是越来越厉害了 他丢开这个话题 不再说 而是正眉看着一张文书奏报 竟然还没有缓解吗 木良也大吃一惊 东收也无望了 陈少将最有张声回记案上 眉头皱紧 明年必然大呆 这转运司 务必尽快拨下钱两 让他们安然过冬 最少要熬过明年春波 一旁的小丽忙硬声势 捧起奏章 转身出去了 九月末十月初 京城发生了两件事 一个是京城烟花爆竹大伤 李家的宅子被烧掉了半边 累害半个京城人仰马翻 不过李家财大气粗 事后拿出一大笔钱 给被殃及的人家修建房屋 再加上主动把了引发火患的家中子弟投案 事情便很快了结了 另一件就是宫中两个皇子 以及那个宋子童子的郡王离宫开府了 这意味着皇子们的亲事也该提上日程了 据说提亲的人要踏破宫门了 说得天家的宫门跟你家的家门一般容易被踏实的 不知道哪家的小娘子能做平王妃 听说陛下重义婉平康家 得了吧 康家肯同意才怪呢 他们家一心要入朝 重拾当年康相公的盛名 跟皇子联姻 岂不是自断前途 京城中茶楼九四 掀起热闹的议论 虽然这一个月来有这样那样的起起伏伏 但总体来说 每个人似乎都或多或少的得到满意的结果 皇帝虽然因为被民意要挟丢了几分面子 但却得到了神兵利器 又连得几场大胜 陈少损失了一个周凤祥 却终于一举握住了西北军政 而高陵波虽然在这一次事件中狼狈让步 但却如愿以偿地把季安郡王赶出宫了 也不算一无所得 这样看来 只有季安郡王终于到了无用被人弃之的时候了 十九岁的宋子童子实在是不能再叫了 再叫下去 意味就变了 虽然让皇子们出宫 宫里的后妃们显然百般不舍 选的府邸也是距离皇宫最近的内城附近 相比于不受万事侵扰依旧安稳读书的大皇子 不用读书的季安郡王就忙碌得多了 三天两头地往宫外跑 看京城府衙给修缮的王府进展如何 嗯 这样挺好的 可以随便地出门了 季安郡王带着几分得意 一面带着近身的侍从在王府中乱逛 前边府衙负责修缮的官员 小心恭敬地引路 一面给他介绍 一面听到这话心里暗自撇嘴 怪不得都说这个郡王没心没肺的 白长了这一副好相貌 看来孩子是不能让别人给养着 要不然只能养肺了 不能有壶 把水都填了 一是看不住就危险了 他不知深浅 府衙的官员忙硬声势 既安郡王转了一圈 指指点点啰嗦的挑截 人都说你们修的府邸 风一吹就能倒 我可不希望亲王府也是如此 就算事实如此 也不能就这样说出来啊 就连皇帝可都要给他们留面子的 这个郡王到底是没心没肺 同言无忌呢 还是泼皮无赖 敢说敢做呢 官员的脸都黑了 忙说不敢 渐安郡王这才带着人离开了 站在府门口左右看看 殿下我们回宫吧 回宫干嘛 以后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渐安郡王目光落在一个方向 吴要去他家做客 见识看着他的笑 叹口气 也只能这样聊以安慰了 墙头再次被敲响的时候 院子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那边的邻居 是在修墙吗 皇室抱着孩子说话 话音未落 就见上面探出一个男子 皇室吓得大叫一声 快打 他满海着小思 闻声从屋中出来的婢女看了眼 有些无奈的叹气 大娘子 这个可打不得 他冲墙上的人屈膝失礼 见过郡王殿下 郡王 皇室更为惊讶 呆呆地看着墙上的年轻人 展颜一笑 原来京城的皇亲国戚 都是这样贱人的呀 所幸的是 这次建安郡王并没有从墙头上 地梯子爬过来 免去了皇室再受惊吓 街门打开 皇室领着成交娘 拉着孩子 带着一群小丝丫头侍从 大礼参拜迎接 看着院子里 满满的失礼的人 别说院子里的这些人感觉不自在 建安郡王也觉得有些别扭 他别扭 自然不是因为人对他失礼 而是想到以前 那个趴在墙头上的少年变了 这冷冷清清的小院子也变了 念及如此 建安郡王又有些怅然 那时候 他以为是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 此时回想 却是那样的快乐自在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 还有什么苦难等着 也不知道此时以为的苦难 也不知道此时以为的苦难 其实也可能是快乐 柳哥 哥哥今日 要去做一件快乐的事 他临出门前 坐在厅堂里 看着摆弄一堆玩具的庆王 你想不想知道 他盘膝向前 带着几分小得意问道 庆王自然不会理会他 狠狠哈哈的咕弄着 嗯 好吧 就告诉你 你也得别告诉别人 他就像往常一样 坐在庆王身前 叙叙叨叨 你要记得吧 我已经就和你说过 他害了你 我也要害他 一报还一报 他让你变傻 我就让他变得 人不人鬼不鬼 什么叫人不人鬼不鬼 你还记得吧 咱们那一年在外游历 那个村子里遇到的 那个被人烧死的怪物 那其实不是怪物 还是得了利疯的是 是的 我那个时候就有了心思了 咱们回来 但是我让他们在外找到 这种有利疯病的人 就在前一段时间 好消息终于传来了 他们找到了 也验证过怎么传给他人了 而且 就要带到京城来了 有个儿 当时就按我跟你说的 把这个利疯病人用过的东西 放在他那里 你担心害到别人 六哥你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他们在外面已经验证过了 是一场的见面说话没事的 还有 他那么爱读书 不爱见人 可是这个时候 承访他来了 怎么说呢 我很高兴 但是真的有些为难 如果大皇子得了这个病 一定会请他诊治的 如果他不诊治 或者说治不了 会让他惹上麻烦 陛下和贵妃娘娘他们 心里都会对他 好吧 其实我是更担心 如果他能治得好 我们就是白忙一场了 我就想他必须走 必须离开京城 当然 一定不能是我们逼他走的 最好的就是 让高林波和贵妃逼他走 怎么逼他走呢 就如同我害怕的 他会治好大皇子一样 高林波和贵妃害怕的 也是他会治好你 只要知道别人害怕什么 那就好办了 所以我们都安排好了 那一日 他会进宫 然后我请他到我们这里来 让他看看你 然后把门关起来 问他能不能治 或者干脆就不用问 然后当太后问的时候 我回答说他不能治的时候 只要稍微迟疑一点 就足够会被他心惊肉跳了 他会怀疑 会特别想知道我们关着门说了什么 但是他注定什么也问不到 这个问不到 就能逼得他发疯 他一定会想要赶走城坊 无论如何的 也要消灭这个哪怕一点点希望的威胁 有个儿 你想想 他逼走了城坊 到时候大皇子病了 要死了 他会不会真的起疯了 这就是他亲手害死了大皇子 秦安郡王仰天大笑 笑声回荡在厅内 让庆王有些受惊地看着他 六哥 这样做 是最好的是不是 他伸手抓住庆王问道 庆王甩开他 不知道又看到什么 爬到一边去了 屋内都是精心规制的 不会磕碰到他 秦安郡王又坐回去 可是 我最初没有这样做 当我看着他 开心地认真地吃我送给他的那些糕点果子 看着他认真地信任地听我说话 六哥 我做不到 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已经遇到了那么多事 事到一次一次地逼他 而我也要去逼他 利用他 是 他很厉害 贵妃和高凌波也许伤害不到他 反而可能会因此和他结仇 就像那些其他的得罪他的人一样 反倒被他反咬一口 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对你我来说 可是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让他这样的难 他为什么总是要这么的难 随脚迈出去的那一刻 我后悔了 我家庭了 然后 你我就惨了 被人设计赶出来了 扔了 吩咐而过了 想要再接近大皇子 那是更难了 可是 我竟然一点也不后悔 反而觉得 很开心 很轻松 刘哥 我想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 一条不通了 我们再换一条 只要走下去 总会找到路的 刘哥 你也觉得对 是不是 那我就去和他道歉 虽然我停下了脚 但是 到底是太巧了 殿下 杰安郡王回过神来 看着满院子还保持失礼的人 便笑道 我与承娘自有求医之缘 所以路过恰好来拜访 而等无需还口 他抬手免礼 范江凌不在家 皇室身为大嫂 不得不在婢女的协助下 完成了迎客 索性不用他再陪坐 完成迎接 便忙和婢女们去准备查眼 巧了 张伴琴在 快些给我们做些拿手的 婢女一面看向一旁 丫头含笑而栗 听了她的话 干脆伸手从一旁抓了瓜子来客 你说我姓周 也是客 怎么能抢姐姐的事做 婢女笑着抬手拉她 满京城谁不宜请到张家的厨娘为荣 快 难得你不请自来 快让我们姓程的也沾沾光 看着这两个丫头插磕打混 丝毫没有家中 突然来了皇亲的紧张不安 皇室又奇怪 又渐渐的安心下来 大娘子 你怕什么 大郎君和娘子 都是见过皇上的人 何止见过皇上 还敢和皇帝打赌 皇室闻言也笑了 一面扭头看客厅那边 那样子 可不像仅仅是有求一支援 倒像是很熟络的旧友啊 又两年没来了 吉安郡王环室四周 带着几分感叹 又微微一笑 家里热闹多了 承娇娘点点头 殿下也能走出门了 所以苦难中 还是有值得开心的事的 吉安郡王笑着举起茶碗 同喜同喜 承娇娘也微微一笑 端起茶侧头引了口 娘子一定听说了吧 丫头们小丝们 每日都出去采买 所以该知道的事 她都知道了 大家都认为 我是被撵出来的 其实 这也正合我的心意 承娇娘点点头 是该出来了 什么时候 就该做什么事 吉安郡王的笑容更浓 不瞒娘子说 我原本是有些不好的念头 这事还会牵连娘子 让娘子不变 她收起笑 一面郑重的失礼 娘子心里是知道的 所以今日我来 向娘子道歉 承娇娘看着她一刻 摇摇头 没有人也没有事 能让我不变 端着茶碗 走到廊下的丫头和婢女 停下脚 对视一眼 神情有些凝重 娘子那日进宫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听起来有些不对 婢女摇摇头 她和半秦那日 也只是到了宫门 并没有跟进去 听内吉安郡王的说话声 继续传来 但这个话题 却突然被掐断了一般 又好似从没说出来一般 不见了 娘子不用担心 这次我知道 他们是要赶我出来 就顺势出来了 而且还如愿带着亲王 可以照顾他 我想好了 旧长堂堂正正的光明正大 一样可以做到 自己想做的事 金安郡王的声音 轻松愉快 堂堂正正 光明正大 天不期 承娇娘则认认真真 婢女伸手接过石盘 加重脚步走进去 丫头站在门外廊下 神情有下蒸蒸 听着厅内 金安郡王的说话声 更加轻松愉快 显然是因为得到认同 很开心 她忍不住又摇头笑了 郡王殿下大约不知道 我家的娘子 是连天都敢气的 耳边似有雷声哄哄而过 要真做了什么 惹恼娘子的事 管你阴私下所 还是光明正大 天不期 她便去欺骗 吃过一碗茶 几块点心 金安郡王先满意足地告辞了 还是要谢娘子宽宏 临走时 她又整容失礼 承娇娘摇头 我不宽宏 我很小气 金安郡王一愣 玄机又笑了 是啊 要是说起来 还真是有点小气 因为一个过路神仙 逼得一个苦心经营几十年的 朝官破家 因为区区工省 逼死一个 逼倒一片西北将困 要谢 就谢你自己宽宏吧 是 害人忠害己 求人不如求己 我真是太感谢我自己了 我怎么就这么好呢 虽然不知道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既然能这样说 显然是已经说开了 跟在后边的婢女 忍不住笑了笑 门外有侍从进来 她带着几分凝重 殿下 外面来了好些人 殿下不用担心 这几日都这样 婢女笑道 建安郡王有些惊讶 转头向外看去 尚未看清 就见有人迎头进来 我写不管别人 你先给我写十副八副的字 我好拿去卖 秦始三郎一面说 一面停下脚 看着院子里站着的众人 目光落在建安郡王身上 是他 建安郡王一眼就认出来了 两年前 和他一起坐船 从河中而过的那个人 秦家的十三郎秦胡 秦十三郎倒是愣了一刻 虽然也算皇亲 但小时候因为腿残 从不进宫 如今好了这两年 又忙着读书 和这位在深宫中的郡王 只闻名 尚未这样进的见过 一刻之后 恍然认出 忙屈身失礼 见过殿下 建安郡王点点头 抬脚迈步 走出去了 门外果然站着些人 老老上少的都有 不过态度文雅 也并没有靠近 就算见到 成江娘等人走出来 也只是一阵骚动 却并没有扑上前来 亦没有高声喧哗 是为娘子的字 慕名而来的 侍从已经打听了说到 那怪不得 读书人 还是讲究分寸和仪态的 建安郡王露出几分得意的笑 与荣有言 回头再看成江娘 成江娘等人 冲他失礼败别 坐上马车走出去之后 建安郡王又忍不住 先脸子回头看 见成家门前的人 依旧并立 那个秦胡 正站在成江娘身旁 说着什么 而成江娘 似乎浮现一次笑 马快车轻 眨眼不见了 你竟然写这么好的字 不告诉我 秦氏三郎跟随成江娘 迈不进门 皇室见了秦氏三郎 已经习惯了 抱着孩子失礼 秦氏三郎郑重还礼 你又没有问我 况且也不怎么好 秦氏三郎抬手扶额 又伸手指着门外 这话可别让他们听到 要不然 不知还得疯癫几个 成江娘 微微一笑 不语 二人在厅内坐下 半琴和丫头捧茶 婢女开口道 娘子 我去店里了 大掌柜真忙 秦氏三郎打去婢女 婢女笑着退下了 娘子 奴婢也高退了 成江娘点点头 看着丫头退了出去 这张家的厨娘 可真是让人眼线啊 哎 娘子这里 还有丫头能换个佣佣吗 我家也好 得意有个好厨娘 一旁的半琴 立刻紧张 往成江娘身边靠了靠 换什么 半琴就会 小学就来跟她学 秦氏三郎一争 娘子不是说笑 这有什么说笑的 范时小道而已 那我可送丫头来了 成江娘恩了声 六郎写信来 好意同夸神毕宫 秦氏三郎一面眼察 一面笑说 还是将士们用得好 你可真不鞠躬啊 鞠不鞠的 不都一样 那怎么一样 秦氏三郎摇头 那怎么不一样 有了功 便扬名 便得利 便富贵荣华 便人人景仰 秦氏三郎看着眼前的女子 小小女子 神情淡然 穿的是一成不变的素色衣衫 吃的是自己做的茶和糕点 屋内的摆设简单素雅 对别人来说 先一怒马 对他来说 这世间万物万事 大抵都是一剖土 唯无为 则无不为 诶 且不管这个 你写几个字给我 秦氏三郎收回神笑道 无缘无故地写什么字 我也写不出来 承娇娘伸手 指了纸书房 那里有写好的 你喜欢 就自去拿吧 秦氏三郎果然笑着起身 不客气地进书房 拿了一叠 老君 这些纸 还可以燃火用呢 半秦笑道 报天天物 秦氏三郎瞪他一眼 半秦眼嘴笑了 那我告辞了 这些足够家里的子弟们 分去临摹了 承娇娘起身相送 对了 君王适才 又为亲王来的吗 不是 再问就不合适了 他一向是个支礼的人 那是所为何来 秦氏三郎 还是脱口而出 为了道歉 承娇娘毫无迟疑地答道 道歉 是因为亲王的事吧 已经说过不治了 却还偏偏请他去治 不想想在天子面前 说出不治 对于任何一个太医来说 都是很忐忑为难的事 又才发生了这些事 在皇帝眼里 该让他多难做 是该道歉 秦氏三郎抬脚迈步 走了几步又停下 回头看承娇娘笑 笑什么 我在想 我问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 不告诉你 又不是不可对人言的事 为什么不告诉你 看着眼前女子一本正经的回答 秦氏三郎再忍不住哈哈笑了 我只是想 那样说话的你 一定很有趣 有什么趣 一旁的半秦皇室等人 忍不住看向承娇娘 小女子端庄而立 抬头娇称 门眼含笑 似真似假 不告诉你 半秦和皇室 忍不住打了个韩战 又忍不住笑 低下头掩饰 承娇娘神情依旧 你想太多了 秦氏三郎一直到进了家门 还带着笑 在院门口 巧遇了出门回来的母亲 以及两位夫人 真是巧 这次是真巧 秦夫人看着儿子古怪的眼神 忙说道 秦氏三郎再忍不住扑直笑了 越想越想笑 忙转身回避 哟 十三怎么这么高兴呀 他呀 自从那 秦夫人笑着要说话 秦氏三郎转过身 晃了晃手里的一叠纸 打断了母亲 家里几个兄弟们 要的承娘子的莫保 我求来了 此言一出 那两个夫人的眼 顿时亮了 如今那茂园山五人墓碑 已经成了盛景 号称兰亭之后第二行书 但偏偏踏本难得 因为人家的墓碑 总不能让人胡乱地踏印吧 而这墓碑的主人 又有那样的身份 让人不敢贸然去见 又听说贵妃有意 请她教授平王书 但被断然拒绝了 字是用来传情达意的 不是用来赏完的 民女不会写赏完的字 更不会将人写好字 让贵妃娘娘很是没面子 但皇帝听了只是笑 还赞着娘子 虽然刻板 但不是质朴 贵妃也只好作罢 连贵妃娘娘都被驳回了 谁还敢去登门求字 用来赏完呢 而这秦十三郎 竟然拿了这么多 那娘子的字帖 这要是拿回去 可足够开好几次赏宝宴了 十三郎 快让我看看 二人都围上去 反而将秦夫人挤开了 秦夫人站在外边 哭笑不得 她是我儿子 她要给我这个做母亲的 不同意也不行 她似笑非笑地说道 引得一番笑闹 好容易才分好了 前世三郎不敢再停留 将余下的几张收起 就告辞 还有一件事 她想到什么 回头说道 母亲从厨下 挑一个聪明伶俐的 送去陈娘子家 要做什么 她缺人了 啊 不是 她能交出张家一个厨娘办情 就能交出一个新家厨娘办情 所以 我送一个过去学徒 秦师三郎笑道 秦夫人以及另外两个夫人 又再次惊讶 这样也行 不过更让人惊讶的是 江州先生家的厨娘 江州先生家的厨娘 竟然是那成娘子叫出来的 那厨娘 原本是成娘子的丫头 江州 张江州 江州傻儿 都是江州 怪不得 夫人们一拍手 原来是旧相识 这小娘子 还有什么不会的 秦夫人笑道 一面果然叫人 去挑两个 她的话音未落 被一个夫人按住胳膊了 看着秦夫人笑 只笑得秦夫人发毛 你家几个人呢 送两个厨娘 也太奢侈了 那夫人笑道 拉着秦夫人的胳膊不放 你什么意思 我家也送一个 另一个夫人 自然也反应过来了 伸手抓住秦夫人 另外一个胳膊 抢先说道 先前那夫人不干了 是我先说的 什么你先说 明明是我先说出来的 这不是胡闹 秦夫人笑道 看着屋内的 夫人们争闹 秦师三郎笑了笑 转身就走 但又被秦夫人叫住 那娘子没说 送去几个吧 三个行吗 秦师三郎回头一笑 一个半星是羊 两个半星也是放 他已经有三个半星了 再多三五个的也一样 他不会在意 站在玉带桥边 一个书生撕损了办事 看着这边紧闭的院门 咱们来是拜访 怎么就不能去呢 这娘子家中没有长辈 又是个未出阁的小娘子 那范君健日日不在家 咱们怎么好进门 失礼 失礼 旁边的人摇头 那书生来回走了几步 我走了五日才从家中来 又在墓前观摩五日 还是觉得不得其精髓 就这样回去 我只能日日想这 成娘子书的精妙 怕是这辈子再不能提笔 我实在是不甘心 哪怕当面请教一句 也知足了 那成娘子连贵妃的面子都不给 你我怎能得见 她连皇子都不肯教授 更何况你我 更多人摇头 在场的人都点头 那书生神情七七 叹口气转身要走 走了几步 又一咬牙转过身 那也得问一问 就算被打走 也不需来此一趟 她说道 在众人的惊讶声中 大步走向城江娘门前 似乎怕自己后悔 还没走近 就举起手 一把拍在门上 咚的一声之后 那书生似乎也被自己吓到了 举着手不动了 门前一阵安静 就在书生掉头要跑的时候 门被打开了 两个身材高大 神情肃穆的侍卫站过来 找谁 找程娘子 书生结结巴巴地说 你是谁 我 我开阳张文昌 什么事 我 我想请教娘子行书 话音落下 那侍卫看了他一眼 四周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赶走就赶走吧 他们好歹是读书人 又是如此的支礼 应该不会动拳头吧 请稍等 侍卫扔下一句 关上门 那书生 蒸蒸站着 请 稍等 其他人站得远 听不到 将那门关上 和那书生 安稳如常 便都轰的一声 回过来了 怎么样 说什么了 大家乱哄哄的 话音未落 门又被打开了 我将娘子说 请教不敢 她正在写字 如果你想看 就进来看吧 一个笑眯眯的丫头 柔声细气说道 门外的人 顿时都愣住了 进来看吧 那书生 第一个回过神 激动的身子发抖 将身上的青山 理了又理 才迈进来 看着她迈进门 周围的人 也终于回过神了 我 我也想看 不知哪一个 先喊道 这话开了头 更多人 也跟着喊起来 半琴回过头 有些惊讶 而此时 廊下脚步响 他忙转过头 喊了声娘子 娘子 所有人都看过去 见一个妙龄 小娘子 正走出来 这般年轻 真不像是能写出 那般荣惠沧桑 历经世情磨难之情的字 但同时又闪过一个念头 看着这娘子 就觉得也正是这样的人 才能写出这样的字来 真是古怪的感觉 小娘子看到门前这么多人 站住了脚 院门外 顿时安静下来 你们想看我写字 是啊 娘子的字 不知可否请教 我的字 没什么可请教的 承江娘摇头 我也不会教 众人顿时心凉 看吧 果然不 我每日这个时候习字 如果你们想看 可以看 也可以跟着写 承江娘又接着说道 众人顿时瞪大眼 也就是说 他不会教他们 但是会让他们看 看他怎么写 那岂不是跟教一样吗 天哪 他们不是在做梦吧 真的 写字而已 有什么假的 这么简单 早知道 只是这么一问就可以了 他们何必等这么久 那他们前些日子 是在浪费光阴呢 顿时众人 都争先口后的挤进来 娘子娘子 家里也容不下这么多人啊 半情忙说道 这一眨眼 院子里都挤满了 承江娘嗷了声 目光看向门外 那 我就去外边写 似乎是一夜间 东城门外 茂园山目前的人都不见了 最早察觉不对的 是那些早起 就来这里提栏叫卖的小贩 以往这里早早的 就有人来 以图占据最好的 观摩墓碑的位置 但直到日头高涨 草室的摊贩都来全了 除了守墓的两个人外 目前再无他人 难道是官府下了令 不许惊扰壮士们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又不是皇陵 人家家里的守墓人 都没有驱赶 官府凭什么管呢 是不是又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在场人顿时议论纷纷 别瞎猜了 人家成娘子在门前 摆席受字了 亲自看人写 总好过呆呆看墓碑吧 摆席受字 大娘 身后响起喊声 抱着一圈轴 蹬蹬走的陈丹娘 只当没听到 直到身后 又连喊了两声 还有一只手 抓住她的肩头 你跑什么 陈十八娘 微微喘气 我有事 我有事呢 姐姐别耽误我 陈十八娘失笑 你有什么事啊 女工才学 功课也不多 除了玩 还有什么事啊 过来 跟我写字 我就是去写字 我去跟成娘子写字 陈十八娘一争 她 她不是 不授书吗 你别仗着想 去肆意地缠着她 才没有呢 陈丹娘 仰头笑 成娘子不受书 但是 她让人看书 看书 马车停在御带桥前 或者说 尚未到御带桥前 因为前边 已经被挤得 水泄不通了 过不去的 我自己走过去 陈丹娘 利索地下了车 陈十八娘 忙赶着丫头们跟着 不要 人都地方小 一个人进去就够了 再让个丫头白纸 再让个丫头嬷嬷 再让个丫头 别人还怎么看 陈丹娘回头说道 不但陈十八娘再说话 就蹬蹬地挤过人群 进去了 看书 这到底在干什么呀 陈十八娘迟疑一下 下了车 由丫头小四护着 挤过人群 终于站到御带桥前 顿时就呆住了 陈十八娘看到了很多人 平心而论 她不是没有见过人多的场面 年年上元节灯会 人山人海 跟那个相比 此时眼前的人 真不算多 陈家娘子的宅前 玉带桥的这边 原本的空地上 坐满了人 老的少的 大的小的 男子们在这边 女子们带着秘笠 在另一边 摆着积岸的 只摆在膝头的 还有一些 明显是穷人孩子的 就只拿着树枝 在地上写着 兮兮嚷嚷地 形成了诡异 却又让人 肃然起敬的场面 而坐在正中的一个女子 似乎并没有看到 这场面 她的面前积岸 只莫其整 此时 正提笔而写 陈丹娘 到底挤到了她的身旁 仗着一则是女子 二来是孩童 坐在她手边 像模像样地 摆开纸笔 娘子 娘子 这个字我没看清 你再写一遍 她呼地喊道 成交娘应声好 果然提笔又写 那诗才写的纸 就被放在一旁 一个丫头取过 看向人群 这一瞬间 陈十八娘 也能感觉到 人群中 竹着的视线 我 一个人高高地举起手 声音有些颤抖 金蕊给我要了 半琴便走过去 将手中的纸递给她 在众人的印线中 那人激动地捧着 不过大家只是略看一眼 就忙转开了 视线还是落在 成娘子身上 唯恐错过她的一笔一画 十八娘 有人在身后患道 陈十八娘一惊 忙转过头 看到是几个相熟的小娘子 十八娘 你也来看 纯娘子书呀 一个晃了晃 手里的笔墨纸 燕和 陈十八娘还没说话 说话的娘子笑了 不对 十八娘怎么顾得上 还要去受平王书呢 不能跟我们这些 不会写字的人一样 陈十八娘 垂在袖子下的手 钻了起来 咱们快点吧 臣娘子每日只写半个时辰 便又没赶上 那说话的娘子 冲几个小娘子头 几个人一左一右 故意地撞了 陈十八娘两下 带着几分得意进去了 丫头们忙扶住 陈十八娘 带着凤分 娘子 我们过去吗 一个迟疑一下问道 过去 过去做什么 字是用来传情答义的 不是用来赏玩的 民女不会写赏玩的字 更不会教人写好字 她都说了 不会教人写好字 还过去做什么 求她吗 陈十八娘站在原地 看着这边 果然如适才那二人说的 半个时辰后 成交娘起身走开了 而丫头们 则把今日写的字 送给了在场的人 然后收拾了 接案笔墨离去 陈丹娘自然跟了进去 成交的院门关上了 门前有人急急地离开 也有人意犹未尽的席地 继续描写 有人玩闹 有人在河边洗笔 街上又恢复了车水马龙 这才是大隐隐于世 大俗乃大雅 不计出身 不计来历 只要你想 便能来学 此等情怀当的大儒啊 当初 江州先生 在望州旷野树下宣讲经意 引得百众聆听 视为有声传道 如今 这江州娘子门前 百席写字 让众人静观 视为无声传道 这么说 如今有两个江州先生了 江州先生 能被冠以籍贯称呼 可没几个 就连陈上 也只被称为相公 而担不起 一个陈渠州 陈十八娘深吸一口气 抬脚迈向 陈江娘的家门 姐姐 我现在还不走 看着陈十八娘进来 陈丹娘忙说道 陈十八娘 看着她竖起臂绳 一副要忙碌的样子 有些不解 我要跟娘子一起做点心 陈丹娘带着几分得意 做点心 陈江娘也从室内走来 换了衣裳 也竖起臂绳 再看廊下 已经有三个面生的丫头 恭敬了等候 这是做什么 闲着也是无事 下厨也是玩乐 玩乐 这娘子也会玩乐吗 她以为她是个无喜无好 无知无觉的木头人呢 陈十八娘勉强笑了笑 能跟娘子进一步说话吗 陈交娘看她一眼 点点头 陈索有一事想不明白 站在厅堂内 陈十八娘开门见山说道 跟我有关的 你请说 你不是不告诉别人 你会写好字 那现在又在做什么 陈十八娘深吸一口气 抬起头问道 我现在也这样啊 我只是每日都写字 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 既然别人想看 那就看吧 陈交娘 陈十八娘迈上前一步 咬住下唇 声音有些颤抖 我原来以为你是个坦荡的 却不想也是个心口不一的 你这叫不好的字吗 不好的字 会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不好的字 会被贵妃太后陛下称赞吗 那是他们的认为 不是我认为 我不认为我的字写得好 我只能对自己坦荡 至于别人 我管不到 也无法左右 陈十八娘 痴声笑了 似乎听到 多么好笑的笑话 对于别人 你管不到 也无法左右 她说道 伸手指着自己 眼中有泪光闪闪 那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的一句话 我沉塑成了 满京城的笑话 成交娘看着她 我不知道 陈十八娘再次笑了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你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 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乎 我是不在乎 世上的人太多了 陈素 我再乎不过来 我只能管好我自己 我们都只能在乎自己 不要去在乎别人 陈素 别在乎我 在乎你自己 你当然不在乎别人 你做什么事 都有你的规矩 你有规矩 你为自己 没有人情 你只有规矩 人情在你眼里 什么都不是 陈十八娘说吧 转身拉开门而去 院子里的丫头婢女 包括陈丹娘在内 都已经被屋内 拔高的声音吓到了 姐姐 陈丹娘喊道 陈十八娘 却脚步未停 静止急步而去 陈丹娘又是气又是急 只得跟了出去 听着门前车马而去 半琴忙向厅内看去 成交娘神情如常 走出来 娘子 没事吧 半琴不安地问 成交娘摇头 我没事 至于别人 半琴也不在意 闻言松口气 脚步声在门外响起 伴着拍门声 十八娘 你开门 陈夫人的声音 带着交集传了进来 她跟成娘子吵架 她跟成娘子闹 她真无礼 陈丹娘尖谅的声音也传来 陈十八娘干脆用手 捂住耳朵 念向强 过了一刻 门外的说话声小了 人似乎也离开了 陈十八娘放下手 抱息呆呆 十八娘 门外有声音喊道 陈十八娘惊了一下 听出是爷爷 听出是爷爷的声音 我就是来问问 你有事还是没事 陈十八娘 陈十八娘抬袖子 擦了擦眼泪 我没事 门外便恩了声 嗯 你知道自己没事就好 陈老太爷说道 听得脚步声响 似乎走开了 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 为什么每个人都只说自己 陈十八娘站起身 挤不过去 拉开门 听到门响 走到院中的陈老太爷 回过头 我自己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为什么总是高高在上的 为什么总要把人踩下去 为什么要让我变成笑话 陈十八娘哭道 抬袖子掩面 陈老太爷神情沉沉 转过身 他不知道 你知道 爷爷 没有谁能让你成笑话 只有你自己 能让你成一个笑话 陈老太爷喝道 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因为他想 他也能 你不想 也不能 就收起你的眼睛 好好的 看看你自己是谁 好好的做 你能做的事 想做事 也要先明白 自己能不能 能而想 那是吃 不能而想 那是迷 陈素 你如今 吃不够 却先迷了 我没有 我没有 陈十八娘摇头哭道 我只是 我只是不服 不服 陈老太爷 闭了闭眼 又猛地睁开 十八娘 你觉得 你两年 练子辛苦吗 辛苦 陈十八娘 咬住下唇 没有说话 你觉得 你已经够勤奋了吧 陈老太爷 接着说 勤奋 陈十八娘 依旧没有说话 只是流泪 十八娘 你可知道 王熙枝 练了多少年 陈十八娘 面色微微一变 似乎 预料到什么 她不由 绷紧了身子 似乎这样 就能让一切 都停下来 但这是 没有用的 十八娘 你勤奋 你辛苦 你有成一半 还有一半 是因为 你姓陈 因为你爹是陈少 因为陈少 是陈相公 陈老太爷 一字一顿说道 那是荣丑 那是圣恩 那是天家给的面子 不是不是 胡说 胡说 陈十八娘摇头 连连后退 直到撞到门上 她伸手掩住嘴 泪如雨下 不是的 爷爷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少年女子 面色惨白 双眼泪水 声音颤抖 身子也在发抖 如果说前一刻 陈老太爷 是在教训她 呵斥她 但那话语 是柔和的 没想到最后 会冒出这一句 和风细雨 抖遍成了嗖嗖的冷剑 狠狠地 毫不留情地 扎入五脏六腑 看着激进崩溃的小女子 陈老太爷心中 郑重地叹口气 我是谁 这三个字 真的是当头棒喝呀 也是一大力气 怪不得 就连那成娘子 也差点因此昏迷不行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驱饿扎针要见血 入障需用虎狼药啊 十八娘 陈老太爷缓和语气 上前一步 轻叹口气 承认自己不如别人 真有那么可怕吗 承认自己不如别人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陈素你怕什么 陈十八娘 闭起眼 眼面跪下 海尔宇顿 请祖父教我 屋内坐定 丫头捧上毛巾 小心地给陈十八娘 擦了脸 又递上热茶 门口有陈丹娘探头 很快被仆妇拉走了 他为什么拒绝贵妃的邀请 是因为那行书而成名 但那行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陈十八娘放下茶碗 低头聆听 义兄亡于国事 有功劳被冒领埋没 他一个小女子 不惜触犯天威 掀起这么大的阵仗 才侥幸如愿 你想 这期间 有多少意外万一 任何一个意外万一 他所做的事 都白做了 不止白做 还将反噬他 就算如今看起来 雨过天晴 其实 也暗藏不少风险 十八娘 你自幼被父母呵护长大 咱们陈家 也算是名门大户 对你们来说 真扎破手指 就可能是天大的事 这般心境 跟那成娘子 怎么能比 陈十八娘低下头 你可曾见他笑过 他为什么不爱说话 这世间的事 对他来说 太过无情 他笑不出来 也无话可说 十八娘 你知道 你知道人人都夸 这墓碑写得好 当天下第二 你知道 他们都说好 但知道 为什么说好吗 那是悲痛 无法言说 字字出于心 才能写出来的 他怎么能把这个 当成赏丸之子 又怎么会以此称名 而欢喜自豪 他宁愿写不出这些字 他根本不愿写出这些字 十八娘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 十八娘 我说过 常怀慈悲之心 看看他在世人眼里的那些好 那些名 是怎么来的 十八娘 他不在乎 谁想要谁拿去 他不在乎的 别人在乎 你要他怎么做 他又能奈何 除了自己 他又能奈何谁 要是因你所说 他连墓碑都不能写 连哭一声一凶 都不能了吗 难道他一定要躲起来 才可以吗 他在人前写了 哭了 是人因此赞赏他 这就是他 孤明钓鱼了 至于门前摆席写字 也不过是出自本心 人要看 他恰好要写 何乐不为 他问心无愧 随心而自在 难道还要去顾忌 考虑别人怎么想 会让谁高兴 又会让谁不高兴 他要顾忌别人 连自己都不能做了吗 十八娘 这是欺人太甚啊 十八娘 天道无情 人还是不要欺人了 慈悲一些吧 陈十八娘 再次俯身在地 大哭 祖父 我错了 他哭道 一念起身 我去跟他赔罪 你不用去了 陈老太爷 换住他 罪就是罪 赔不了 陈十八娘 站住脚眼面 我和丹娘去一趟吧 陈老太爷起身走出去 一面喊丹娘 陈十八娘站在门边 看着陈老太爷 以及从一旁 早就不耐烦跑来的陈丹娘 要去成娘子家吗 太好了 都怪姐姐 我还要跟娘子学下厨呢 带着孩子气的声音传过来 当个孩子真好 可以心无杂念地仰望他 佩服他 祖父大人 承认自己不如别人 不可怕 可怕的是 承认一个本该不如自己的人 胜于自己 十月十八 太史局责为吉日 平王庆王出宫入王府 四日 陈十八娘备车出门 十八娘 你是要去平王府吗 陈夫人有些不确定地问 母亲 我该去给平王受字了 陈十八娘微微一笑道 陈夫人和身后的女儿们 神情都有些古怪 十八娘 贵妃娘娘说出那样的话 你 一个姐妹忍不住的 当初贵妃要去请成娘子受字 有人委婉地说 陈十八娘写得也不错 况且 也是陛下准许请来给大皇子受字的 贵妃吃笔 只是会写字而已 天下会写字的多了 我们要顶尖的 这话自然瞒不住人 传了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那日 在成江娘门前 两个小娘子 会以我们不会写字为嘲讽 陛下准我为殿下受字 并没有圣意说我不用去 陈十八娘含笑道 他人说什么 与我要做什么又有什么干系 姐妹们点点头 陈夫人也叹口气 带着几分欣慰 只是平王昨日才进府 是不是过几日再去啊 陈十八娘摇头 殿下是个很勤奋的人 别说今日了 就是昨日 也必然是不会耽误功课的 纵然没有天赋 他们有勤奋 且坚定不移 天也不会不该期的 马车驶过街道 当到了玉带桥时 陈十八娘掀起车帘 看着那边的门前 依旧满满的人 那女子端坐在正中 提笔在架子上悬挂的纸落笔 离得远 也看不清写的什么 既然不能笔 那就去做自己的事吧 陈十八娘 放下车帘 她的马车过去了 这边陈十八娘 写字也散了 因为人潮散去 上街上有些拥挤 一辆马车便被堵住了 马车旁的隋从 立刻要上前驱赶 被车里的人制止 等一等就过去了 车帘掀开 露出一个穿着长服的男人 正是高凌波 急什么 隋从应声势退下了 高凌波看向这边 见玉带桥前热闹喧哗 桥下河边好些人在洗笔 哎呀 我正在洗衣服呢 几个夫人抱怨呢 得罪得罪 书生们笑着等 衣服可以等等再洗 笔却不能 引得一片吵闹说笑 充满了市井趣味 这些人就是在这里看书的 高凌波少有兴趣问 是啊大人 因为看书写字之后 都在这里洗笔 每次人多的时候 都能染黑了河水呢 还有人为此做了一副洗笔图呢 很多人追捧 说古有劝学篇 竟有洗笔图呢 高凌波失笑 这些书生就会自己吹捧自己 他目光落在那奸柴门上 不过这承阳子被那些书生们追捧的 可是有名了 再没人提他神贡霍民的了 提了的人反而要被斥为愚蠢呢 随从低声说道 如今啊 也都称江州娘子呢 江州人要引以为荣了 高凌波眯几眼 有名好啊 有名望好啊 想必他的母亲也要高兴得很 大人 都说这承娘子与亲掌不合 在这江州为了争钱财 把亲伯父都告上衙门了 随从带着几分诡异的笑 别乱说 高凌波摇头 那必然是误会的 承娘子怎么能是那种 不忠不义不孝之徒呢 随从不由打了个寒战 如果不是误会呢 那承娘子 岂不就是不忠不义不孝之徒 当今圣上仁慈 以孝为名 如果得知这么一个有名望 又看重的小娘子 竟然是不忠不孝之徒 那 不愧是大人啊 免雨杀人刀啊 哦 说起来 这承娘子的父亲 今年该调职了吧 高凌波微微一笑 叫什么名字来着 而此时远在江州的承二老爷 重重地打了个喷嚏 哪个该死的念叨我呢 承二老爷很生气 可以说气上加气 干脆起身来回在屋子里走 口中嘀嘀咕咕地念叨一串的名字 这些名字 一旁的承二夫人并不陌生 就算曾经陌生 现在也不陌生了 这些都是承二老爷的上司同窗 都是他曾经交往且收了好处的人 但现在 却被承二老爷咬牙切齿地天天念叨 说得准准地来舟来舟 拿钱收礼的时候 一个比一个说得真 却原来又是耍我一场 海舟 让我去海舟 还是说什么差不多 差一个音 难道是差不多吗 承二夫人也是急得嘴角掌火炮 老爷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 明明都准了的 说是上头 上头 我怎么上头了 这是上上下下都说好了 上头怎么又不行了 是不是还没有走动道 那个刘一坤根本就靠不住 唉 也是有可能的 承二老爷皱眉停下酒 不行 我要亲自去一趟 亲自去 去见刘一坤吗 去大夫人那里拿两千罐 承二夫人立刻对人说 仆妇应声事立刻就去了 骨头石就回来了 大夫人说没钱 她低着头说 承二夫人的火气便蹭得起来了 没钱 钱都花哪儿去了 这是账策 你可以看看花哪儿去了 承二夫人 承大夫人神情慕然 一面将基案上的一个账策递过来 承二夫人冷笑不见 大嫂你当家呢 我们可不敢问 不敢问钱花哪里 却敢伸手要钱 你以为这个家 我就那么愿意当 大嫂 你这话就不对了 你应该说 富家你愿意当 这个穷家你就不愿意当 承二夫人四笑非笑说 多伶牙俐齿啊 会说话 承大夫人低下头 眼去满眼的哀伤 打也打过了 吵也吵过了 她现在累了 没钱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没钱 没钱就拿东西去当 二爷的前程要紧 没钱怎么去求人 内里传来一声咳嗽 咳什么咳 有病吃药 承二夫人没好气地说 你 承大夫人忙起身 老爷 承大老爷拄着拐 走了出来 承二夫人坐着 草草失礼 不情不愿地 喊了一声大老爷 求人不如求己 承大老爷 承大老爷没理会 承二夫人的无理 而是慢慢地说道 你去告诉二爷 不用找别人了 去找经理 他的女儿吧 承二夫人和承大夫人 都有些惊讶 大老爷 你说什么呢 承二夫人又笑了 我知道 我们家娇娇有钱 但是哪里有当爹花 女儿的钱 承大夫人痴声笑了 以前也没少花 那是你们霸占的 承二夫人立刻竖梅 这种栽赃可不能认呢 行了 听不懂我的话吗 承大老爷喝道 一顿拐肠 他能有钱 就能有人 没有人 他哪来的 这么大的本事 承二夫人有些皱眉 门外匍匐跑进来 二夫人 二老爷那边来了好些人 说给祝贺 祝贺 承二夫人惊讶 这么说事情又成了 怎么回事 哎呀 先前试错了 承二老爷书房里 坐着几个 没开眼笑的男人 此时一个说 这么说不是惠州 承二老爷带着几分胡疑问 不是 是京城 你们别逗我了 承二老爷端起卡纹 我怎么可能去京城为官 几个男人对视一眼 你别瞒着我们了 你的义子明满京城 又是立了大功 陛下肯定要封赏你的 虽然这告书还没到 但肯定已经被提上议程了 承二老爷一口茶喷出来 我的义子 他顾不得擦拭水渍 惊讶地问道 七个 一个男人 盲冲他伸出手指笑的 还七个 开什么玩笑 义子 以为是种菜呢 剩下出一把冒出一堆来 承二老爷瞪大眼 来往的丫头脚步匆匆 将茶捧进厅堂里来 厅堂里的两个老爷和两个夫人都坐着 这已经是家里很久没有见到的场景了 而且还没有大吵大闹 都安安静静 神情诉众 丫头仆妇们都要怀疑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当时是满街的人 就连五城宾马司的人喝了咱家娘子的酒就开道护送呢 从城里到城外估算下来足有千众人 放了好多烟花 比京城上元节放的还要多 厅中的人都听呆了 太胡闹了 这得花多少钱呢 承大夫人和承二夫人则惊讶时声 喊完了 丑里两个对视了一眼 大约是太久没有这样意见统一了 都有些不习惯 看了一眼 各自转开头 不就是几个帮工吗 还什么易修 承二夫人嘀咕道 安葬了就不错了 承大老爷倒是笑了 这果然是他能干出的事 他看着那个从官府里大听消息回来的管事 后来是不是闹大了 管事茫茫的点头 是啊 闹大了 先是一位姓卢的官员以此为由 善发马帝将弹劾奏章成为皇上 皇帝大怒将其下狱 府衙里又派人去查封了咱家娘子的点 结果民众就乱了 说官府朝廷作贼心虚 欺压冤屈 说咱家娘子那几个义兄果然是被冤枉的 他急急说道 一面说还一面头皮发麻 后来御史台就把咱家娘子抓进去了 御史台 我围观快要二十年了 还没往御史台走过呢 没想到女儿倒比老子先进去了 成二老爷难难说道 说罢又醍醐灌顶 重重的一拍膝头 发出清脆的响声 哦 原来是因为他 哎呀 上头 出了这种事 上头没把我一并绑去御史台 还让我去海州 已经算是开了天恩了 一面说 一面浑身冷战 都是因为他 就是因为这个扫把星 就算不在眼前 也照样会害他 碰的一声闷响 紧接着是成二老爷的痛呼 大哥 你干什么呀 他用手捂着额头 一脸气愤的喊道 成二夫人也回过神 忙叫着扑过去 拉开他的手一看 成二老爷的额头 被砸出一个包 顿时哭天抢地地喊起来 外边站着的匍匐丫头 露出早知道会这样 终于正常了的神情 你长点脑子行不行 都吃过多少次亏了 还福祸不分 因为他 你没升官 要真因为如此 你现在 还能好好地站在这里 因为他 你没升官 那现在一群人跑来 公围讨好你 又是因为什么 成二老爷被喊得愣愣 不是 是啊 因为什么 最后娘子赢了 陛下给了恩赐 是不是 成大老爷不再理会 成二老爷 看向他管事问道 管事忙忙点头 是 追封了那几个人的官 那个弹劾的官员 也放出来了 西北一个大官 江文员也被调折了 后来 那个义兄还给皇上 献了一架功努 皇帝亲赐名 神毕贡 送到西北打仗 立下了大功劳 成二老爷 听得再次呆住了 果然 果然啊 成大老爷 难难感叹 虽然早已经猜到结果 但真听说出来 心里还是翻江倒海的震撼 那是西北的大将啊 那是京中的高官啊 那是皇帝 是天家呀 想当时在江州 他争嫁妆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出面 不是一个管事 就是一个丫头在应对 还以为是他一个女子家 因为抛头露面而羞残 所以躲着不见人 现在想来 哪里是因为羞残 分明是不知道 在人家眼里 他们连个人物都算不上 成大老爷摇头笑了 一脸的自嘲 厅中的其他人 也终于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追封了那几个人的官 又西北立了大功 又想起适才 那几个同僚说的话 去京城做官 他忍不住跳起来 我的策锋也要来了呀 成二夫人也反应过来了 一脸激动的也站起来 老爷 你可熬出头了 他又有些慌慌转身 就要去京城了 这好些要收拾 还收拾什么呀 他在那里呢 难道还让你我没地方住 终于不算是白养他一场了 京城可是有三个店铺呢 还是日进斗金的店铺 在这江州 嫁妇铺子田产都被那草管事一手把持 借着成交娘不在 一手遮天 要是到了京城 那可就是不一样了 日日守着 又是一家人 怎么也得帮帮忙嘛 成家的人不能用 这里的人都是这老大夫妇的人 前些日子 娘家的大嫂烧化好几次 要帮尘一下 带几个娘家子侄过去 到铺子里帮忙 正是一举两得 带谁去呢 又要过年了 去京城 怎么也得做些新衣裳吧 也不用 到了京城再做更好 哎呀真是忙死了 念及如此 成二夫人一刻也坐不住了 火烧火燎的 拉着成二老爷走了 厅堂里安静下来 只剩下成大老爷和成大夫人坐着 地上滚着一只茶碗 证明事在这里 真的发生过什么事 老爷 这是真的呀 成大夫人一脸不可置信 那婶儿 真的连皇帝都见了 成大老爷摇摇头 我觉得事情不太对 成大夫人顿时紧张起来 是假的吧 根本就不可能的 成大老爷回过神 瞪他一眼 怎么是假的 一个两个的是谣传 三个四个 官府里上下都说的真真的 还能是假的吗 他吐口气 我是说 我觉得二郎去京城升官的事 不太对 怎么不对 他既然做出那样的事 陛下也认了他的功劳 有功 他一个未婚的女子家 没有办法封赏 那就只能封赏 他的父母亲长了 成大夫人松了口气 又叹口气 嘴角浮现一丝笑 说不定哥娘也会被追封呢 成大老爷依旧摇头 话虽然这么说 可是我们听到的就已经够起起伏伏的凶险了 他这一次的确是赢了 但想必惹下的麻烦也不少 我总觉得不踏实 老爷你多想了 京城还有周家在呢 成大老爷沉吟一刻 来人 换四郎来 听说叫成四郎来 成大夫人摇头 你叫四郎做什么 都问过了 除了见了几次 他其实对娇娘也知之甚少 我不是要问他话 我是要他即刻动身去京城 让我去京城 现在就走 成四郎文言有些惊讶 他今年自然是要复考的 但算起来 是要等十一月再走 也不迟的 成大老爷点点头 你妹妹那个娇娘 可能有点事 成四郎顿时大惊 什么事 他怎么了 他忙忙问道 打断了成大老爷的话 看着满脸的担忧 下一刻就要起身冲出去的姿态 成大老爷心中感慨万千 就是因为这个嘛 所以那女子唯有对这个四郎 关怀备至 礼数为敬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 成交娘面对成四郎 是什么样 但看看这里的草管事 也能清楚得很 不管何时何地 不管在其他人面前 怎么嚣张无礼 只要见了成四郎 草管事必定下马失礼 不是那种草草的失礼 而是一板一眼 不错分毫的礼 跟成四郎说话 也保持微微的屈身恭敬 走路会侧身先请 自己会厚挫几步 如果不是心里真真的尊敬 是不会做出这些行为细节的 而他之所以能心里真尊敬 必然是他的主人成交娘 对成四郎的尊敬 我也没做什么 虽然成四郎一直这样说 也不说到底做了什么 成大老爷 还是打听出来了 在家的时候 往道观里送过一些钱 离开江州去京城的时候 也去送行 也送了钱 在京城亲自去周家见 他也送了钱 想到这里 成大老爷不由失笑 他的傻儿子呀 送的那些钱 还不如人家一个小丝的零花钱多 但是那娘子 都认认真真地收下了 没有丝毫的嫌弃 真心是不会被嫌弃的 成大老爷又长长地吐口气 四郎 我就是要你去京城问问他 有没有什么事 是我们能帮上忙的 是我们能帮上忙的 告诉他 二老爷要被绝生进京了 成四郎有些 这是 是喜事吧 成大老爷看着他 要是喜事 你为什么要结巴 我结巴了吗 成四郎更有些呆呆 叔父要进京了 妹妹在京里就不是一个人了 是 叔父以前不喜欢妹妹 那是因为妹妹病着 现在妹妹好了 又这么厉害 叔父一定会喜欢妹妹的 这 是好事吧 陈少面色不善地迈进高陵波的职房 陈相公 真是稀客呀 高陵波起身相迎 面带笑容 神态带着下属该有的恭敬 这份名册 是你批的 陈少目着脸 将面前的一个册子 扔在积案上 高陵波面色依旧轻松地看了眼那册子 点点头 是啊 正是下官批的 大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今年的官员考课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还要单独调动官员 而且是已经明确认知的 陈少说道 而且竟然是避开了他 特事特办嘛 高陵波依旧带着几分轻松自在 他算什么特事 此人考评为下 美官实在毫无建树 怎么可以调任大理寺呢 陈少唬着脸喝闹 高陵波微微一笑 因为他是城市娘子的父亲 城娘子驻义兄打造马蹄铁 驻义兄献上神秘宫 城娘子为义兄申冤 令西北备满军功大白天下 为陛下朝廷除去陆路之辈 为西北得去汉勇猛将 击退西贼百里 收复城堡赈寨 陈大人敢问他有没有功啊 说到最后 高陵波早已没了笑容 陈少默然 他有功 但这跟他的父亲无关 高陵波哈哈大笑了 笑声一收 树梅伸手指着陈少 陈少 你竟然敢说出这种不忠不孝 无父无亲的话 你是说陛下不该封赠你父亲母亲 还是你父亲母亲 不配想你的封赠 官员们兢兢业业 是为了什么 武将们奋勇杀敌 又是为了什么 为的是功成名就 为的是封妻淹子 为的是荣妇尊母 不是哪一个官员都能达成这个心愿的 多少人终其一生 也仅仅是换了一个长子的英官 而做到陈少这般地位 不仅他的父母 年年都能不断地封赠尽职 甚至祖父曾祖父 也能得到封赠 而他那刚走稳路的 还在吃奶的小孙子 也已经是有着官身 吃着朝廷的俸禄了 这就是为什么人人都想得高官 立大功 我说的是成娘子 不是我 高大人不用趁机拉扯 陈少缓缓说道 高陵波抖了抖衣衫 面上神情 亦是一瞬间恢复平和 眼里还带着笑意 那么成娘子得此功 因为女子之身不便 所以给他父亲加官进绝 又有什么不对 他亦是缓缓问道 难道在陈相公眼里 觉得成娘子不配呢 还是其父不配 不待陈少回答 他又摇头 接着说道 就算其父资费平平 有这个女儿在 也该得风赠 这是人伦大道 这是忠孝之意 怎么 陈相公是觉得这忠孝人伦 有不妥吗 他说到这里 看着陈少 嘴边浮现一丝笑 还是陈相公觉得 成娘子 是个不忠不孝 无义人伦大道的 根本就不想容赴尊母 高陵波呀高陵波 你这般用心 真是何其毒也 还是由陛下决议吧 陈少默然说道 那是自然 下官可是个 以君父为尊 绝不敢行忤逆之事 行不忠不孝之境 怎么敢自作主张呢 大人真是多虑了 陈少看着高陵波 高大人 你可真是用心知道啊 他一字一顿道 高陵波拱手 不敢 十军之路 中军之事 此乃下官本分 他亦是一字一顿 人 可不要忘了本分呢 看着陈少离开 围在官厅外的人 才重新聚拢过来 一个下属 眉开眼笑地迈进来 大人 您是没看到 陈相公的脸都绿了 乱讲 高陵波横声 一念撩衣坐下来 堂堂 堂堂相公大人 会因为几句争执 就绿了脸吗 都是为了国事 对事不对人 他虽然说着反对的话 脸上却是嘲讽 笑意满满 大人 您这招真高啊 下属公围道 一面捧上茶 考什么高 我这也是好心 高陵波接过茶 慢悠悠地说道 这是那娘子该得的 他陈少唯恐被人戳几两骨 说任人唯亲 或者乙公寻私情 不敢也不愿意提 这怎么行呢 含了人心嘛 他怕丢人 我不怕 我来说 下属笑嘻嘻地应声是 是啊 竟然还有人传言说 成娘子 跟其父不合 这不是污蔑吗 大人 这可是给成娘子 洗刷了冤居呢 父子 哪咬不合的 这就是乱讲 是污蔑 高陵波点头 那成娘子 于果有功 又深得民心 陛下又是极其看重 怎么能被污蔑为 不忠不孝之人呢 下属笑着点头 除非那成娘子 就是那种 不忠不孝之人 裹挟民意 讲人伦大道 以为天下 就你一个小娘子会吗 且不管日后 能不能让陛下 让天下人看清你 忤逆亲掌的真相 至少也能恶心你一回 父子子笑 倒是要看看 你这个几乎被亲掌 溺蔽在尿筒里的子 怎么孝顺 他可是个很小气的人 那些吃过的亏 他可是会 一个一个的奉还的 不管是什么郡王 还是什么江州傻儿 在他眼里 没有尊卑高低之分 一视同仁 高陵波端起茶碗 一眼而见 得知这件事 陈老太爷放下了茶碗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绕不过去 早晚的事 子以父为因 父也可以以子为荣 父父子子 是打不断舍不掉的牵绊 以前成交娘有名无望 倒也罢了 如今名望皆有 世人就不会单单看到 他成交娘一个人了 而是会看到 成这个姓氏 这个家族 而他这个家族里 发生的哪怕一点小事 也会被人放大来传来看 这大约也是有名望 要付出的代价之一吧 子女有功 自然也是父母教养的大功 封赏父母 也是再合理不过的 但这件事到成交娘这里 却是有些为难了 成娘子 与其父族亲长的关系 别人不知道 他们成家是再清楚不过的 当初求医 成娘子 就是借着他们 避开了他的亲长 来到了京城 又跟周家闹得生粉 再后来更不用说了 直接把成家告上公堂 一手几乎撕烂了整个成家 如今的成家 几乎在苟延残喘 可都是拜他所赐 这样的人 怎么会想要父亲受封赠 更别提弄到京城来了 这一来会闹出什么事 还不可知呢 这个高陵波 真是 陈老太爷也无奈地摇头叹息 又看陈少 不过 他高陵波知道的 我们知道的 那成娘子 也必然 心里知道 关键是成娘子 这个人倔强得很 我怕他不知礼数 这可不是江州 要是 闹出把亲长 告上衙门的事 就算是皇帝 仁慈不杀 民众的唾沫兴子 也能咽死他 神仙弟子 也不能是这般畜生行径的 他有不知礼数的时候吗 他有分寸 陈少摇头 我觉得他没有分寸 肆意而行 要说 有 那也就是一个分寸 他说道 伸手府上积案 然后轻轻一谈 面前的茶碗翻倒 当者死 陈老太爷漠然 视线看向一旁的屏风 这人世间 怎么可能事事都如意呢 我怕他胃口越来越大 早晚崩了牙 不出所料 高陵波的请封赏 成江娘之父 成栋的奏章 被皇帝转了 十日后 一封告书 通过衙门传向江州 而一封皇恩旨意 也送到了玉带桥 民女 叩谢皇恩 成江娘俯身失礼 伸手切过圣旨 那边婢女起身 给宣旨的内侍 送上一份大大的红包 内侍们都眉开眼笑 当然不是说 他们穷得没见过钱 而是这钱 跟别的钱不一样 那可是李真人弟子给的钱 放在身上 说不定能屈邪避恶 送走了内侍 撤去了乡案 院子里的半点喜气也没 所有人都带着几分不安忐忑 看着成江娘 成江娘看了几眼圣旨 递给了半秦 娘子 怎么办啊 半秦颤颤问道 什么怎么办 婢女撇开半秦 自己上前 娘子 成二老爷和夫人要是来京城了 咱们可是要被他们闹得不得安生了 她直截了当地说 你说怎么办吧 皇室并不知道成江娘的家事 范江林不会和她说 而范江林也不太清楚 但看着两个丫头都没有一点喜色 她们也不由面色不安 怎么会 是说她们不会闹得她不得安生 还是说她不会被她们闹得不得安生 亦或者都是 那就让他们来吗 要不然呢 那可是皇命 婢女再次重复一句 怎么办才好呢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成江娘环视下四周 我们搬出去就好了 宅子也好找 靠近工农院也方便 成江娘摇头 半秦 两个半秦都应声势 你去选一处宅院买下来 给他们来了之后住 这一次半秦便不说话了 婢女屈身应声势 婢女才出去没多久 街门被人急急地敲响 周老爷拉着脸迈进来 娇娇 你说吧 怎么办 她开门见山道 办什么 周老爷坐下来 冲凤茶来的半秦摆摆手 都什么时候了 顾不上喝茶 那黑心贼夫妇竟然要进京来了 京城的消息就是传得快 成江娘点点头 是让去大理寺呢 娇娇 这事据说是高电视提出来了 周老爷压低声音 成江娘看着她 似乎不解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上一次的事 他们肯定把你的事都打停了 明知道那黑心夫妇是如何待你 这是故意弄来恶心你呢 成江娘笑了 摇摇头 不会 我不恶心 周老爷的心思便转了转 恶心只是一方面呀 周老爷又叹气皱眉 二老爷这个人我还是知道的 黑心夫妇已经不称呼了 直接称二老爷 对于他这点小心思 成江娘根本就没有理会 他这个人虽然自吹的厉害 其实学问勉强 做官更是一般 要不然四年前就该升职了 哪里会等到现在呀 他说到这里 看到面前的女子嘴边浮现一丝笑 但玄机演了下去 笑什么 莫非到底是妇女 如今气氛已经消散 也想要重续天伦了 这京城的官可不好当啊 尤其是大理寺那种地方 我是怕他做不好 出了笑话连累了你呀 可是 这是朝廷的任命 他怎么能不来呢 周老爷演一亮 看来还是不想他们来的 朝廷的任命 他也可以推辞的 话一出口又摇头 他肯推辞才怪呢 说到这里 满面愁云 多谢舅父费心 长江娘失礼 既来之 则安之吧 那不如这样吧 你搬来家里处 这样 他要是敢来烦你 我来对付他 我可不怕别人戳我几两骨 亲家旧老爷为大 也没人敢说我不是 长江娘含笑失礼 多谢舅父 他坐正身子 不会有这样的事的 周老爷还要说什么 门又被敲响了 进门的竟然是 风尘仆仆的成四郎 半秦都吓了一跳 出了什么事了 四郎君你怎么来了 长江娘也从屋子里走出来 二叔 可能要进京了 成四郎 微微喘息着说道 嗓音有些沙哑 不是可能 是已经颁布了 半秦盲说道 面色惊讶地看着成四郎 四郎君 你特意来告诉我们这个的 从江州跑来京城告诉他们 这也太可笑了 成四郎摆摆手 不是 不是 是父亲让我来问问 怎么回事的 还有 替我父亲 给妹妹捎句话 父亲 屋内的周老爷 立刻竖起耳朵 我父亲问娘子 有什么事 需要他来做 成四郎的声音 紧接着传来 好 好你个成老大 又来跟我抢 为了抢我家娇娇 连兄弟手足都能拿出来踩了 不傻吗 终于知道我家娇娇 比他那兄弟手足 值钱多了 就在成四郎到京城城城江娘的家 朝廷的告书上在路上的时候 成二老爷着生大理寺的消息 已经人尽皆知了 脚步声重重的传来 成六娘还没抬头 就有一个大大的盒子被放到面前 什么 他问道 抬头看着面前一脸得意的成七娘 就要满十岁的成七娘 个头很高 坐着的成六娘不得不仰视她 从这个角度看去 这张脸似乎熟悉 又似乎陌生 还夹杂着那个人的样子 同父异母的姐妹的面容 到底是有相似的痕迹 这是我的一些说和字笑 我就要和爹爹母亲进京了 东西太多也带不了 送给你了 说完了又忙补充一句 可都是好东西 不是不喜欢扔了不要的 我才不要 你自己留着吧 留下又没用 成七娘眉飞色乎 我母亲说了 我们这次去就再也不回来了 而且想要什么 就有精力的姐姐给我买 成六娘看着她 耳边那尖利的怨愤的哭喊 似乎还未散去 成六娘看着成七娘 看着稚气未退 但女容出现的脸上 那毫不掩饰的得意 以及欢喜 什么时候起 她以这个傻儿姐姐为容了 我姐姐可是见过皇帝的 成七娘不喜欢傻儿这个称呼了 立刻反驳道 一面斜眼看着成六娘 不过没关系 是我亲姐 也是你的堂姐 都是姐姐 成六娘痴声笑了 这样不忠不孝的姐姐 我可不敢要 她抬手 将成七娘放在面前的盒子推开 盒子倒地 其内的绫罗圈帕 以及金银珠钗掉落 成六娘愣了下 她真以为是成七娘玩剩的圈花圈帕等等之物 没想到竟然还有首饰 一向小气的成七娘竟然舍得 可见是要攀上一个有钱的姐姐 以前的那些东西就看不上眼了 你那个姐姐可不是好相遇的 这些东西你还是拿着 将来被人赶出来 也好便卖座盘缠回家了 成六娘哼声 一面站起身来 似是无意又似是故意地踩在圈帕上 成七娘挖的一声哭起来 伸手推开成六娘 蹲下来将圈花首饰 胡乱地塞进盒子里 抱起来就跑开了 姐妹两个总是这样吵架 丫头仆妇们也早已经习惯了 当下也没别的话跟着散去了 成六娘转回身 忍不住向外走了几步 成七娘的身影已经看不到了 爆竹声就在此时响起来 持续不断 就算在内宅规格这边都听得震耳欲聋 怎么了 成六娘不由掩耳问道 是二老爷的风赠下来了 仆妇们大声地说道 更有一些小丫头 干脆就跑出去看热闹了 下来了呀 成六娘掩耳向外走了几步 站在廊下 一会儿还要接圣旨呢 仆妇们喊道 喜笑颜开 娘子快些换衣裳 虽然不愿意去 但也知道不得不去 成六娘被丫头仆妇们伺候着 换了衣裳来到前院 这里已经挤满了人 就连脱病不出门的成老夫人 也拄着拐来了 红光满面 丫头仆妇 红光满面丝毫不见病气 再看门外 亦是人山人海 上一次成家接圣旨受封赏的时候 我还记得呢 几个颤巍巍拄着拐杖的老人 用漏风的声音大声说道 没想到还能再看到一次 真是值了 值了 成家果然厚德福重 看着不行了不行了 竟然又翻身了 也有精明的人低声道 封了什么官呢 啊 也有对官职关心的人议论着 但更多的是 仅仅看热闹就够了的民众 看放报主 看官府差役 维护秩序 看到处都是人 还有看京城来的黄差的热闹 至于为什么 又有什么干系呢 他们只需要将来给后辈们讲述 这场面如何热闹 就足够了 成家大院里 黄差已经宣布完圣旨 成家众人 齐齐地叩头谢恩 大人可以择日进京 不用急 黄差说着场面话 成老夫人可等不及 要快点去呀 快去 都收拾好了 现在能走的 成大老爷等人 汗颜羞惨 成大夫人和成二夫人 忙上前搀扶他离开 本来就是 还等什么呢 还不快去进京 快些进京 给我也挣个高峰来 怎么这次的高峰 有那死鬼舟似的 反而没有我的呀 成老夫人吵吵嚷嚷的 被两个媳妇 加快脚步 搀扎到后院去了 而与此同时 安顿好皇差的成二老爷 被成大老爷叫到一遍 这件事 我觉得 你还是考虑一下 成大老爷低声说道 什么事啊 满面笑容的成二老爷 看着厅内 有些迫不及待要进去 享受上官同僚们的恭贺 拒绝封赏啊 成大老爷低声道 成二老爷顿时恶然 但又释然 官员接到朝廷封赏的时候 会有拒绝 已是自己做得好 不够好的长例子 一般是拒绝两三次后 要么接手 要么皇帝就换了其他的官职来 当然 结果如何 也都是事先大家心里都明白的 这只不过是走个过场样子 我知道 我知道 大哥 我又不是刚当官 就是刚当官 这些规矩也知道的 成二老爷带着几分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的不满 不是 我是说 还是别去京城了 换个别的地方吧 成二老爷终于明白了 大哥 你疯了吧 他一脸不可置信 这哪里是疯了 这是故意要害他们 成二夫人气得双眼冒火 顾不得收拾屋子的大包小包 听到成二老爷的话后 便静止来成老夫人面前哭 都说兄弟要帮衬 我们也知道 如今母亲你身子不好 大哥他也大病一场 二郎这一去 那么远 有事也帮不上啊 成二夫人的话还没说完 成老夫人就摔了杯子 胡说八道 我身子好得很 我还等着我儿给我证告命呢 大郎身子不好 难道家里就没别人了 孙子一大把闲着呢 虫孙子都抱上了 难道连个家都称不起来 再说了 二郎去京城为官 难道是为了自己吗 还不是为了咱们成家 果然是病了一场糊涂了 把他给我叫来 看着慌张领命 跑出去的仆妇 成二夫人垂头湿泪的嘴角 浮现一丝得意的笑 成老夫人屋子里的骂声 一直持续了半日 成大夫人跪在外面 哭着要替夫领罪 穷老夫人看在成大老爷 大病未遇 莫要让他跪着领罚了 谁敢坏了二郎的前程 就是坏了咱们成家的前程 我就是守了这条命也不肯罢休的 他是你兄弟 你怎么就见不得他好呢 母亲 我就是为了他好 成大老爷有些无奈地摇头 话没说完 就被成大夫人拉住 老爷 我求求你 你不要再说了 成大老爷闻声叹口气 俯身叩头 而思虑不周 母亲恕罪 给二郎把钱带得足足的 都说京城居大不易 还要结交应酬来往 别视了成家的脸面 成大夫人再忍不住抬头 母亲家里没钱 况且二叔去了京城才不缺钱 那鸡腰 他话没说完 被成大老爷用胳膊主了下 打断了 是 母亲 穷家俯禄 再难 也不会让二弟 虔诚为难的 成老夫人 这才满意地点头 下去吧 他又语重心长地安慰 你兄弟那么远当官又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也是为了成家 为了帮着你 你怎么能有心埋怨呢 就怕他这一去 害了自己的前程 也害了成家 成大老爷苦笑一下 但知道跟母亲也说不清 他恭敬的应声是和大夫人退了出去 弟妹 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跟我说 有些事母亲不懂 也就别拿他当枪使了 年纪大了 也怪不容易的 何必让他老人家 因为你我后辈而忧心 成大老爷看着成二夫人说道 是 成二夫人笑咪咪地屈身失礼 还是大哥思虑周到 成大老爷没有再理会他 看向成二老爷 就算我说的 你不打算考虑 那最好也再等一等 等过了年再去 本来已经做出恭敬兄弟 再说两句自己惭愧 让大哥受累 再加凤羊母亲 自己不笑等等场面话的成二老爷 但听到这句话顿时又急了 大哥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过了年再去 大理寺离了我就没别人了吗 我不去多少人等着天空呢 所以说大理寺离了你也能转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京城那地方为时不太好 大哥 成二老爷简直气炸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我这是去京城当官不是去跨刀山也不是去败坏成家 你干嘛非要拦着我呢 说到这里想到妻子说的话 那种话也就女人们能说它是根本不当回事的 但现在看着成大老爷这古怪的样子他不得不想弯了一点 难道大哥是不愿意我过得比你好吗 呸 成大老爷催了一口 你没我好 难道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吗 那你怎么不愿意我去京城 我就怕那京城里是刀山 你这是去给人当岸上鱼肉 成大老爷低声速容 成二老爷看着他神情惊愕 大哥 那又这样 天下人只怕巴不得去滚刀山做鱼肉呢 成大老爷没有笑 反而点点头 倒也是 这世间围观逐历 从一方面来说 可不就是滚刀山做鱼肉 哎呀 看来大哥是病得不轻啊 脑子都变得古怪了 成二老爷缓和面容 看向成大老爷不再是愤怒急躁 而是带着几分怜悯 大哥 你快点回去休息吧 我已经做了二十几年的官了 还能不知道怎么做吗 你都做了十几年的官了 难道不觉得这件事有些古怪 不觉得 成二老爷没好气 不耐烦的说道 你不想想 娇娘如此厌恶极恨我们 她会愿意让你进京 她肯定不会为你情赏 就算陛下有意 她也必然会挡着辞了封赏 成二老爷勃然大怒 他敢 如此不忠不义不孝 枉为人子 天理不容 先别说什么天理容不容的 先说人容不容吧 以他的本事 还有什么不敢跟皇帝说的 如今这封赏 却依旧给你了 说明一定是有人强行给的 一定不是如他的意愿的 不如他的意愿 肯定就是结了仇了 你说你是不是 就成了人家的枪了 成二老爷看傻子一般的 看着成大老爷 大哥你想的什么呀 他皱眉伸手指着自己 那是我女儿 是我生的女儿 他不容我 反了他了 成大老爷还要说什么 成二老爷先拦住 大哥 上次的事不是做兄弟的我忤逆 你做的实在是也过分了 那嫁妆本该给他 这可不算忤逆 要说不容 也是他不容你 跟我无关呢 不待成大老爷再说话 他果断抬脚 大哥 我明日就要走了 今日还要收拾 假眼送行也不必了 你好好养病吧 我去跟官府的人坐坐去 成大老爷还要说什么 成二老爷一阵风走了 假装的事 是我做的过分了 跟你无关 他又是气 又是好笑 是 是我做的过分了 跟你无关 那你可要记得 到了京城 可别对他做过分的事 要不然 也怪不得他忤逆了 说到这里 他一争 忤逆 原来是为这个 他喃喃说道 若有所思 为什么 成大夫人忙问道 邪志 成大老爷慢慢说道 成大老爷想明白了 有心在和成二老爷说话 但成二老爷晚间喝得烂醉回来 第二日一大早 硬是撑着爬上车 半醒半醉 一家人就赶着车 跑也湿的走了 甚至都没来得及 让他们送行 这夫妇二人如此行事 只把成大夫人 气得干脆不去送 丢不起人的成大老爷 还是忙带着孩子们 追到城外乡送 可是有福气了 将来啊 七娘他们就能在京城 寻个好人家了 听说大娘子跟皇帝都认识的 听二夫人的意思 七娘说不定还能跟皇家结亲呢 哎哟 那咱们家 可要出一个皇亲国戚了 院子里仆妇丫头 低声窃窃 伴着嘎嘎的笑声 成六娘猛地站起来 将窗台上的一个花瓶 狠狠地砸出去 滚出去 烦不烦 碎裂声以及喊声 让仆妇们吓得忙散开了 一流烟地跑开了 成六娘站在窗前 荷花池里的风 卷着菊香扑面 金秋十月 再过几日 家里就可以办赏局试会了 可是现在 他们都走了 都走了 都去追着京城那个傻子叫姐姐了 成六娘扁嘴 眼泪再止不住地掉落 他是个坏人 他冲外面大声喊道 他是个坏人 你们迟早要被他害了的 成家门前的热闹散去了 但城中有关城二老爷 接圣旨的事 传得依旧热闹 相比于北城的热闹 南城这边很冷清 哎呀 没想到啊 你家娘子这么厉害啊 成平抱着挂旗 从河边收回视线 嘖嘖说道 那是自然 哎呀 不过再厉害的人 也难逃父母恩呢 成平带着几分幸灾乐祸 哎 不知道你家娘子在京城 可还敢霸道 曹管事显眼看着他 我家娘子从来不讲霸 我家娘子只讲道 成平看着曹管事 呼得大喜福长 曹管事 你没白跟着我 也误到了 话音未落 曹管事就抬着手 打歪了他的帽子 少跟我瞎扯淡 快去给旗家大货看风水去 一百文钱这么久的咱们不够 好容易挣了 你就省着点 三两日就吃喝光了 成平笑嘻嘻地捂着帽子 不急不急 万事皆有定数 曹管事做事还要打他 成平这才跑开了 成二老爷一家人上路 向京城而来的时候 京城的成江娘依旧过着如常的日子 沉间射箭 之后来门外洗字 午后带着几个丫头下厨 傍晚读书 总之 是不离这一亩三分地 皇室说道 一面叹气 虽然说 女子家要少出门 但青春年少的 也该多出去走走啊 大娘子 你是想出去了吗 咱们去哪里玩 明日我们就去 一旁走过的臂你听到了 笑吟吟的说道 这京城啊 都要被我逛遍了 我还出去啊 皇室称怪道 如今跟家里的人也熟悉了 也少了那些拘谨 皇室本是个爱说爱笑的 便本性自然了 大娘子 京城你怎么逛得完 还多着呢 婢女笑道 正说着话 门就被敲响了 有人来了 我去看看 皇室忙起身说道 因为神毕宫战功赫赫 需求顿时大增 皇帝恨不得一夜之间 人手一架 范江林干脆住在了公努院 日夜监工 皇室已经不怕迎来送往了 连皇亲都见过了 别的人在皇室眼里都不算什么了 况且也没什么人来 门外站着一个男子 似乎很忐忑 门开了 他还吓了一跳 我 我想向程娘子请教 他有些慌慌说道 娘子每日都在门前写字 你要是想请教 明早来就是了 男人忙摇头 不是不是不是 我我是 我是请教别的 请教别的 婢女不由打量她 这样子的确不像个书生 长得过于粗壮了 也没有书生气 你该不会也是来徐厨的吧 她不由问道 秦十三送来三个丫头之后 消息传开 便又有几个人 跃跃欲试 送来丫头 成交娘倒是没有拒绝 只说家里地方小 而且人多也看不清楚 等送走这几个人后 再送来 消息传开 京城大户人家便热闹了 那可不是送几个厨娘 来徐厨的事 而是跟着这成娘子 结交的要紧事 顿时都纷纷的来询问 男人被她说的一声 似乎都没听懂 愣了一刻 才忙摇头 我 我是想 我是想和娘子做个生意 做生意 婢女审视这个男人 你是 男人这才想起来 忙在身上摸 摸了半日 又扇扇垂下手 她低头 带着几分羞愧 我 我已经没了关身 所以没了明帖 我姓李明貌 李明貌 承娇娘听到 放下手里的书卷 坐正身子 是李家的人 就是半个月前 引起大火被治罪的那个 婢女低声说道 承娇娘点点头 看着廊下贵作的男子 你家已经来找我了 自从那日烟花之后 李家烟火行的人 便拿着重礼上门 想要谈谈合作的事宜 不过 我不做这个生意的 承娇娘接着等 李茂应声是 抬起头 看了眼四周的侍女 欲言又止 婢女看了眼承娇娘 见她并无拒绝 便立刻起身 带着人退开 娘子 我来这一套 不是说你做我家的 烟火生意 李茂从袖子里 拿出遗物 推过来 我是想和你 做这个生意 这是一个 小小的简陋的铁盒子 半琴取过 捧给承娇娘 承娇娘伸手打开 一向淡然的面色微变 但旋即恢复如常 那是什么 半琴在一旁看去 箭打开的盒子里 放着一个长长的纸筒 鼓鼓囊囊 鼓鼓怪怪 还散发着一股 奇怪的味道 你姓什么 承娇娘抬头问道 李茂微微睁了下 她是才大着胆子 盯着这小娘子看 自然看到 小娘子眼中 闪过的惊讶 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但是没想到 下一刻 她没有问这东西 而是问自己 而且问有些可笑 姓什么 某姓李 明茂 适才已经报过了 看来这小娘子 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姓李 承娇娘重复 看着李茂 停顿一刻 原本就姓李 或者以后 还打算改姓吗 这一句话 问得李茂凌乱 怎么会有人 问出这样的话 这是骂人骑士灭族吗 应该不是吧 我跟她无言无仇的 不知如意上来 就骂人吧 或者说 这是一句傻话 听人说 这个小娘子 曾是个痴产 虽然说是被神仙点化 虽然说得明师 救之教导 且学会了 这么多神奇的记忆 但到底来说 还是和常人不太一样吧 怎么跟傻儿打交道 李茂不会 但想来傻儿都是心智不全 如同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似的 李茂就有个六岁的女儿 跟孩子打交道 还是会的 跟孩子打交道 就是顺着她的字面答 或者问就可以了 于是 她认真地答道 一直就姓李 我是李家焰火 如今掌房的第七个数字 以后也不打算改姓 出发了滔天的罪过 被除足了 如果被除足 你想姓什么 承交娘立刻问道 这一次 就连半秦都侧目 又带着几分担心 看着李茂 会不会被气晕过去 或者休脑而走 她家娘子有时候说话 做派 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除了足 我也还是姓李 李茂扯了扯嘴角 承交娘呕了声 又看了看手里的铁盒 我不做这个声音 她将铁盒推回去 这个也做不得声音 这个做不得声音 没错 如果她想得 跟自己想得一样的话 的确做不得声音 看着这边的丫头 立刻要送客 李茂有些急 又有些慌 娘子 哎 娘子 你是认得此物的吧 娘子根本就只看了一眼 半句话也没说 也没有问这个 她怎么就说 娘子是认得的 半秦有些不解 扭头看承交娘 承交娘点点头 嗯 我认得 好 实际 李茂忍不住挪上前一步 那娘子 我怎么也做不对 总是不行 我 我这想不明白啊我 她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想用她做什么 李茂愣了下 我也不知道 半秦再次皱眉 这叫什么话 不知道做什么 就做出这个来 她看向李茂 见着人神情果然带着几分迷茫 还皱起了眉头 似乎真的是不知道 你连用她做什么都不知道 那怎么知道对不对 行不行呢 李茂再次愣了下 我不是不知道用她做什么 我只是 我只是不知道 我 哎呀 她说道 一面似乎不知道怎么描述 情节之下 匕首画脚 似乎要描绘出一个什么 但自己又不知道该是什么 举着手一刻 眼神反而清明了 是啊 她喃喃说道 我的确不知道要怎么用它 难怪总是做不对呢 说罢起身就跑了 半秦看着 哐当一阵风出门的男人 院子里的丫头小似侍卫 也都愕然 愕然未解 哐当一声 李茂又跑回来了 多谢娘子指点 她仗红脸 失礼道 不敢 我只不过问句实话而已 成交娘再次将铁盒推了推 你的东西忘了拿了 李茂看着她摇摇头 娘子若是不嫌弃的话 就留着吧 她呼地跪下 扣个头 这原本就是看到了娘子的咽火 才想出来的 古人说依子诗 虽然不敢自称为徒 但李茂却不敢气失 为徒 院中诛人惊愕 李茂似乎也知道自己说的荒唐 说完立刻讨也似的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她呼地问道 什么哪个 大家都还愣神 成交娘看着李茂 姓陈 李茂攻身失礼 李茂记住了 她大声说道 转身急步而去了 院中恢复了安静 半情跪坐下来 将铁盒拿起来 娘子 要收起来吗 长江娘伸手 结果看着其中 神情若有所思 娘子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哎呀小法 你别乱动 我这里的东西 都不能乱动的 怎么不叫王妃了 王妃 你父亲又找你说什么了 是不是又要算计我 哼 不告诉你 那我也不告诉你 成交娘盖上盒子 垂下视线 不知道 又是认得 但想不起来了吗 半情心中说道 只怕她伤心 忙点点头 问晚上吃什么 岔开话题 四郎君住在新宅子里 一个人怪无趣 我们请他来吃饭 给成二老爷一家 准备的宅子 婢女两三日就办好了 如今成四郎住着 先买了一些婢女小厮家院 也都送过去了 她一路从江州急奔而来 功课肯定是顾不上看了 没拖垮身子 已经是万幸了 就让她好好地读书吧 离明年的考试 也没多久 半情点点头 不知道四郎君能不能中 她一面合手 一面又想了什么 娘子 我们去普修寺 为四郎君进香吧 对 对 这个好 当去 当去 婢女在廊下听到了 忙说道 又宠皇室 合手做情 但娘子也一起去 站在院子里 看着丫头带孩子 学走的皇室笑了 十一月了 天寒了 也该去求求菩萨 保佑不生洞窗了 承娇娘便点头说了声好 也只能用四郎君 才能把娘子框出去了 婢女低声 对走出来的半情说道 半情抿嘴笑 才要说话 门又被敲响了 这时候谁来了 二人都向门这边看去 门房小厮打开了门 见站着一个笑嘻嘻的内侍 承娘子 奴婢是庆王府的 他忙说道 一面捧上一个帖子 庆王和靳安郡王 请娘子明日上门赴宴 靳安郡王 一众人忙失礼 请内侍进来 内侍却笑嘻嘻地摆手 不受礼 殿下说也没别的事 就是跟民间一样 桥前新居 想请娘子过去坐一坐 看一看 也没别的人 就是请了娘子一个 接还是不接 众人的视线都落在 承娇娘身上 这个娘子几乎从不出外 更别提与人交友 虽然郡王不是一般人 但这娘子更不是一般人 跟皇帝打鼓 门前习字 这些其他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他可是说做就做了 拒绝一个郡王的邀请 也不算什么稀罕 好 多谢王爷 此言一出 那内侍不由失态地吐口气 忙再上前几步 婢女忙伸手 接过烫金的请帖 又递上一袋子钱 有劳公公了 那内侍也没有客套 笑着接过 失礼转身走了 那去普修寺 只能等后日了 婢女点点头 我这就去跟寺里打个招呼 成交娘接了帖子 已经转回屋子里 继续看书了 皇室站在院子 看看屋子里 又看看院子里 可是 接到王府的请帖啊 大家该讨论的是 只能明日去普修寺的话吗 明日要穿的衣服 还有首饰 都提前准备一下吧 大娘子 不用的 半情笑的 娘子的衣服 就那几套 换了跟没换一样 婢女也笑 首饰也是 除了那小叔子和簪子 别的也不用 不如还是想想 明早吃什么要紧 皇室摇摇头 我还是做我能做的事吧 她学着范江林 常挂在嘴边的话说的 笑着冲院子里学走的孩童拍手 来来 到伯母这里来 第二日 承江娘一如既往的起身 射箭 吃饭 门外席字 待这一切做完了 才重新换上衣裳 挽了发病出门 跟去普修寺没两样啊 皇室想到什么 又忙提醒 赫礼呢 怎么看半前这丫头两手空空呢 也没见别人往车上放了 娘子带着呢 皇室看着承江娘 也是两手空空 哪里带着 承江娘冲她一笑 伸出手晃了晃 也没东西啊 皇室更为不解 才要说话 有马而迟来 秦师三郎乐马下来 你要出门 她有些惊讶问 承江娘点点头 正好 我是来请你赴宴的 我有约了 承江娘失礼 秦师三郎有些意外 那晚上呢 晚上我不出门 这次进京后 她名声大扬 但人却是更为安静了 以前还会出个门转转 吃顿饭 现如今几乎是闭门不出了 那明日中午 秦师三郎便又笑道 承江娘还是摇头 明日要去普修寺进香 订了普修寺的宿斋 订了就退了嘛 一个宿斋 皇室张口要说话 却被一旁的婢女 急时地拉了下 婢女冲她摇头 皇室便不再开口了 退了吗 秦师三郎笑道 明日我生日 那真不巧 承江娘再次失礼 定好了的不便推 秦师三郎便笑着点点头 好 我知道 你最守规矩了 都怪我 没早些起你 她一面翻身上马 那 礼物不能没有啊 承江娘微微一笑 失礼点头 好 秦师三郎冲她笑着拱手 调转码头而去 走到街上 又回头看了眼 见玉带桥的宅子 已经关上门 而向另一边的马车随从 已经汇入街道中 渐渐远去了 她脸上的笑 也渐渐隐去 规矩啊 真的是一点点人气也不行吗 她自言自语 再看了眼身后的方向 或者说 还是不够 她说完吐口气 转过头催马去了 一大早 秦王府里的人都忙碌起来 花园那边要收拾干净啊 哎 这花是最好的吗 御厨的人到了吗 王府总管的声音 片刻没有断过 喊得偌大的王府里的人 脚步匆匆 跑来跑去 显得很是热闹 就好似又回到 刚搬来的那一天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要来多少客人呢 不用那么紧张 他是个很随意的人 建安郡王一面给亲王 竖上衣带 拍拍他的肩头 嗯 好了 玩去吧 早已经不耐烦的亲王 立刻举着手 跑出去了 一群内侍忙跟着 就是吃个家常面饭 不用在意 他站在廊下向外看 总管应声是 目光看了眼 建安郡王 建安郡王立刻察觉了 嗯 怎么 他也自己看自己 啊 没事 没事 总管忙摇头说道 建安郡王 欧了声 还是低头 看自己的衣裳 今日穿的是 白底篮子圆领树袍 灼珠红点脆腰带 初冬的天气里 显得很亮眼 哦 有点轻挑了吧 你去看着他们 他转身迈步 我先进去一下 总管应声是 继续忙碌去了 这件呢 建安郡王站在后面 有两个小内侍 扯着衣裳比较 一面问 面前站着的四个内侍 四个内侍 都点头说好 跟刚才那套比呢 四个内侍 神情为难 这 差不多吧 一个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就是蓝的绿的 黄的红的 穿身上都是衣服吗 建安郡王摆摆手 求求 叫女人们进来 内侍们如萌大赦 这种穿什么好看的事 还是要女人们来辨别的好 郡王穿这套 哎呀 这套不好 这个 这个才好 屋子里顿时热闹起来 伴着音声艳雨 叽叽喳喳不断 没意见麻烦 有意见也麻烦 建安郡王很快被吵得头晕 行了行了 到底无穿哪套好看 屋子里站得十个宫女 齐刷刷地看向建安郡王 室内光线明亮 十九岁的年轻人 已经没有了少年的青涩 再加上这几年 先是在外奔波 又陪着亲王奔跑玩闹 身子骨炼得结结实实 养尊处优的富贵气中 又满满的朝气 眉眼挺秀 凤衣出众 郡王穿什么都好看 宫女们齐声打倒 建安郡王有些气闷又失笑 殿下 殿下 承宁子到了 门外传来总管的喊声 建安郡王顿时又慌了 到底哪件 不管了 随便套一件吧 快点快点 屋子里顿时又乱了起来 半秦下了马车 扶下成江娘才好奇地打量王府 地方倒不大 迎接的宫中妇人含笑说道 难得离这宫里进 成江娘点点头 抬脚迈步 其实只是客套一下 实际上这个王府真的不小了 怎么这个娘子还当真了 妇人有些恶然 但想到总管吩咐的 这娘子不可平常人相待 便也释然 忙跟上去 你来了 才到门口 建安郡王的声音就传来 成江娘站住脚 看着随着话音落出现的人 少年郎穿着青子点白花纹长衣 带着明亮的笑站出来 这边请 他只当没看到旁边总管 那惊恶的神情 成江娘失礼参拜 这才跟着迈进门 你干什么 是才那公父看着总管 低声问道 总管又笑了摇头 啊 女为悦己者容啊 别乱说 那娘子是个规矩人 可不会乱想 公父 忙低声说的 总管笑着点头 是 我不是说他 不是说他 还说谁啊 公父更为不解 再要问总管 已经忙跟了进去 只得作罢 小哥 小哥 快过来见过程娘子 建安郡王的声音 在听内响起 殿下只有见了这娘子 主动叫亲王殿下过来 是啊 别的时候 总是怕亲王被人看到 藏着不给人看呢 从殿内退出的两个侍女 低声说道 有人在他们面前 重重地咳了声 呃 程娘子自然要见亲王 她可是会医术的 要不然 请她来做什么 公父板着脸说道 两个侍女 忙低头硬声势 再不敢多说一句话 公父看向厅内 见亲王正被静安郡王拉着 送到成交娘面前 亲王不喜被人拉住困住 一脸都不高兴 口中啊啊大叫 但那娘子面上 既没有害怕 也没有嫌弃 就如同看到静安郡王一般 神情无波 到底是神医啊 众生在他眼内 都是如医吧 成交娘冲庆王失礼 站起身来 静安郡王这才松开手 庆王不耐烦地跑开了 要看看吗 他指着四周露出笑 好啊 静安郡王高兴迈步 一面再次招呼庆王 刘哥 我们出去转转 还真看呢 公父摇头 只得无奈地忙跟上 成方 成方 你看那边 让原本是湖 我添平了的 种上一大片花田 等到明年春夏 就能少花了 静安郡王说到 一面伸手指给他看 成交娘一眼看过去 认真地点点头 嗯 要修出摆个图形也很好 嗯 你这主意好 摆出什么图形呢 静安郡王高兴地问道 摆个阴阳图吧 成交娘视线扫过四周 静安郡王点头 立即对身边的总管吩咐 殿下 这里的格局风水 都是四天台看好的 不能随意改动 总管低声道 冲英文他们看过的 我才要赶 总管一声 静安郡王冲他 做了个确定的眼神 转过头 对成交娘笑道 成方 我们去看这边 他招呼道 成交娘点点头 跟着他前行 前方庆王举着一只风车 颠颠而跑 身后侍女内侍 都错后一段 在青石板路上 拉长一溜 真要改啊 其他人忙问总管 总管摇摇头 哎 郡王的脾气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跟宫里回禀一声吧 哎哟 那要是被四天台的人知道了 肯定要唠叨 对了大人 一个内侍想到什么 眼神一亮 四天台那边不好说 我们可以问问别人 问谁 土修寺的和尚吗 总管皱眉 不是 我听说那位 欲准日食的韩大人 要进京了 到时候请他看看 他如果说可以 想必能堵住 四天台那些人的嘴 那内侍笑道 四天台十次九次 算不准日食 准一次 还是运气撞上的 尤其是今年这一次 原本没算准 也不稀罕 但稀罕的是 有人算准了 还全城民众做了防护 这种大吉大利的事 让那个城镇的百姓 欢喜不已 其他地方 也都羡慕不已 那个带领民众 做防护的官员 也因此出了名 正好赶上 这次的考课 上下官员 一直称赞平个上等 有一个支县 着升为支州 不日就要进京来面胜了 总管点点头 对 对 这倒是个办法 你们注意着点 人来了 立刻告诉我 内侍们应声是 总管看着那边 越走越远的人 忙追了上去 支那手 耳边声音传来 请是三郎 从窗边收回视线 好 好 好什么好 别敷衍我 一个少年人说道 一面握着手里的酒碗 转了转 后两句 许不上了 正说着话 门被拉开了 走进来一个小娘子 身后跟着抱琴的小丫头 屋子里七八人 顿时热闹起来 嗯 嗯 竟然真请到朱小娘子了 朱小娘子真是难请得很啊 一片哄笑打趣 朱小娘子始终神情含笑 重重人失礼 到秦师三郎这边 秦师三郎也含笑点点头 呃 我又想喝 茂冤山 你怎么没有卖的 你们不是京城最好的正殿吗 嗯 楼道里传了男人的吵闹声 客官 茂冤山只有那成娘子有 人家不卖也没办法 只有那成娘子有 别人没有 而且还不卖 让你们吃了新鲜 勾起蝉虫 却偏又不理不睬 钱不缺 威压不怕 荣华富贵不在乎 真是让人没办法 秦师三郎嘴角弯弯笑了 门被人拉上 隔绝了楼道里的喧闹 秦胡 秦师三郎看向那人 举着酒碗摇摇头 干嘛骂我 只有骂你 你才听得到 那年轻人摇头 你今日是怎么了 特意来给你做兽 你偏偏心不在焉的 听到做兽二字 正低头挑起那朱小娘子 抬眼看过来 又旋即垂下视线 我只是想你的诗 想得入神 秦师三郎 秦师三郎撩衣坐下来 好了好了 余下的两句 到底做出来没有 那年轻人被打岔 立刻丢开这个 忙接着想诗词 停除一股铜 耸干 树云中 他反复念着这两句 眉头简皱 知音南北鸟 夜送往来封 一个女生呼地说道 此言一出 在座的人各自念了遍 纷纷拍手叫好 朱小娘子 不愧是京中第一窥手 大家笑道 更有人斟酒上前敬酒 奴献丑了 朱小娘子含笑说道 一面伸手接过酒 抬笑一饮而尽 厅中诛人 顿时再起声叫好 嗯 能闻能武 朱小娘子豪爽 秦师三郎也笑着 将手中的酒碗 一饮而尽 明日的正日子 我们就不能去 给你做兽了 今日 在外边玩个痛快 几个人看着 秦师三郎说道 又看朱小娘子 小娘子 来兽兴身边陪酒 秦师三郎忙说不敢 敢 放心 就算是你父亲听到了 也不会打断你的腿 大家起哄道 朱小娘子起身 却没有坐过去 而是笑着失礼 黑酒是小事 不如奴家歌舞诸兴 公子们喝酒为乐 朱小娘子歌舞双全 但很少会在人前展示 最多弹琴作陪 只有逢八月正月 京中大节 以及那些高门大户人家 重金相请 才会歌舞献祭 没想到今日 不仅请到了 还能得赏歌舞 托兽兴的福气 托兽兴的福 大家纷纷笑道 秦师三郎 亦是跟着笑 冲朱小娘子 举了举酒碗以示 朱小娘子 含笑低头失礼 再一退步 袖子抛起 与此同时 歌声妖嚷而起 厅中更是叫好声连连 秦师三郎笑看着看着 忍不住皱眉 他说今日有约 不知道师父哪里的约 当时真不该坚持 没有问一问 问了又能如何 难不成跟着去吗 他想到这里 又自己笑了 端起酒碗蔓眼 旋转腾挪中的朱小娘子 透过飞扬的袖子 看过来 眼中闪过一丝黯然 旋即恢复如常 柔腰摇间 歌咽五颜 让厅中的人 看得如痴如醉 在庆王府中 宴席也摆开了 说是宴席 席间只坐了三人 金安郡王坐正身子 端起茶碗 还要吃死吗 我也没亲自开过宴 这是第一次 当然要 承娇娘认真点头 一面也端起酒碗 恭喜庆王殿下 郡王殿下入府 秦安郡王哈哈笑了 端起酒碗 一眼而尽 再看这边 庆王已经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既然是宴席 就要有歌舞 秦安郡王冲成教娘 急急眼 不是我们府里养的 是从宫里借来的 成教娘一笑 歌舞之前 我先把贺礼 送给殿下 秦安郡王 忙坐正身子 要收礼了 他含笑说道 带着几分期盼 送之前 先要借殿下府里的秦一用 秦安郡王点头 一旁的内侍 忙去取秦 虽然府中没有 但请来的宫里的歌舞 借人们带着 见了送进来 一时仓促 秦不算好 娘子担待 内侍恭敬道 是秦就好 成教娘伸手接过 略挑案几下秦弦 看向秦安郡王 我想 殿下这里什么都不缺 我能送的 别人也能送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既然是新居 我就用秦音 给殿下敬宅 秦音敬宅 在场的人都愣了下 一声秦调挑起 厅中并没有安静下来 一位庆王还在大吃大喝 不时的大喊 反倒是盖过了 有些低沉的秦声 宫里的歌舞纪人 已经在侧殿等候了 本来安静无声 因为世财被借去了秦 大家知道 暂时不会上场 便又都放松下来 本来就没紧张 他们是宫里的歌舞纪 常出现在天子面前 以及各种祭天祭祀大典上 一个小小的清王府的宴席算什么 更何况 这个宴席只有一个来客 不过当那边的说话声传过来时 这边的气氛 还是有些微微的不同 秦不算好 几个歌迹便回头看 不止他们回头 另外的人也都回头 视线都落在那位 被借走了秦的秦师身上 秦师被借走秦 本来就不高兴 但听了这句话 脸更黑了 竟然说崔秦师的秦不算好 有个舞技眼嘴笑 低声说道 那这世上 也只怕找不出实价了 为了给这娘子几位 那事也真够周到的 另有歌迹低笑道 这边曹操杂杂的说话声 便滴滴的响起 虽然听到那边琴声挑起 但一来声音有些低闷 二来亲王的叫闹声不断 让那边的抚琴 变得有些可笑 笑着说着 呼得见 崔秦师站起身来 神情压抑 哎 崔秦师怎么了 到底是亲王面前 你可别乱来 有人怕他犯了癫狂 盲低声提醒 那崔秦师 却没有理会他们的话 而是向前走了几步 你们听 在场的人都愣了下 听什么 大家不由侧耳听 听那滴滴的说话声 依旧继续 那边亲王的叫喊声 也还在不断 而那琴声也依旧不断 不仅不断 且一声声的蔓延 传过嘈杂的说话声 在耳边营绕 都说声声入耳 但此时这琴声并没有入耳 而是在耳边悬绕 轻浮 这种感觉越来越大 就好像是一双手 俯过双耳 令人毛孔站开 琴声就在这时猛的高亢 如行云流水 又似繁星乱闪 闲急而不乱 缓慢而不绝 琴音悲怆 一闲一闲地撞击着 有滴滴的哭声响起 崔琴师的目光扫过四周 见不少歌舞乐迹 低手捶泪 一面低声互相说什么 显然是被琴声勾起伤心事 本来实令出东肃杀之急 怎么能奏出这杯名曲 崔琴师不由难难说道 不是说静宅吗 怎么反而哀动伤绝 心中念头闪过 那琴音愿发悲凉肃杀 一声一声催得人五脏六腑 都要挤出来一半 他整个人都僵住了 甚至不敢再想着执法 而是抗拒着琴声 这琴音能传过嘈杂人声 弹奏这心无外物 知道也不稀罕 任何一个优秀的琴师 都能做到不受外物所扰 但能让听琴的人 也能不受外物所扰 既能听到嘈杂 甚至自己也能继续说话 但琴声依旧深深入耳入心 一心不可而用 什么样的琴声能让人一心二涌 崔琴师心中念头频频 但耳内琴声丝毫未落 更加验证自己的想法 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不 打寒战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真的觉得冷 这琴声满是秋意东寒 上人不由是身处冰寒天地中 站立不稳 只想来回踱步 甚至奔逃 奔逃 所以说 这就是静宅吗 让那些污秽阿扎之物 受不住而奔逃 崔琴师咬牙 制止浑身的微麻 因为心中有悲 所以才会扰动 那边的杀亲王却依旧 念头未落 那边亲王的喊声 陡然拔高 我老 我老 亲王大声喊道 伴着哭声 崔琴师顿时骇然 竟然 竟然一个无知无觉 不知寒暑的傻儿 都因为这琴声 发出冷的感觉 那这琴记 他再无法控制 身子乱站不住 就在这时 琴声一转 似乎云破日出 万道金光洒下 崇明树摇 大地回春 暖意浓浓 崔琴师从心里一声长叹 忍不住舒展了身体 就好像那些破土而出的草木一般 整个人都活了过来 厅内已经有笑声响起 崔琴师闭上眼 似乎看到面前 孩童少女们踏春而行 他长长的吐口气 睁开眼 视线所及厅内众人 亦是神情欢悦 笑声说话声 嘈杂声 顿时涌来 一切如初 似乎方才 只是他的幻觉 崔琴师伸手摸了摸后梗 汗水湿湿 提醒着他这一切不是幻觉 崔琴师 你的琴 有内侍从外走进来说道 崔琴师一个机灵回过神 忙上前看着内侍捧着的这架琴 不由停下脚 这架琴是他师父赠予的 从记忆出城到今日 已经足足有二十年了 可以说日夜童年不曾分离 熟悉的就好像自己的手脚一般 但此时此刻 他看着眼前的琴 竟有一丝陌生 还有一丝敬畏 崔琴师 内侍催促道 有些不耐烦 崔琴师忙上前伸手接过 是要进殿奏乐了吧 这样就能见一见那娘子了 再寻个机会请教一下 崔琴师不由抱紧了琴 神情激动 看着其他人开始跟着内侍走 他也忙抢着挤着第一个走出去 刚走到店门口就被喊住了 干什么 门口的内侍们挡住路 喝问道 面带不善 崔琴师被喊得一愣 走乐啊 走什么乐 宴席早散了 内侍皱眉说道 如同看傻子一般 散了 早散了 崔琴师愕然看向内侣 果然已经空无一人 只有几个侍女在收拾机案 他又回头 看着跟随自己 从侧店出来的歌舞伎人们 都也是一脸愕然地看着他 散了好一会儿了 内侍的话从耳边传来 崔琴师一阵酥麻 从脚底直冲头顶 绕梁三日 原来这就是圣人说的绕梁三日啊 崔琴师脚一软 抱着琴跪倒在地 崔琴师 你怎么了 店门前顿时有些乱起来 这边的热闹 正送客出门的建安郡王并不知道 您认在家门了 以后想来就可以来了 建安郡王漫步而行 虽然我搬出来了 但是呢 亲王还是不能随意出府的 落后几步的成交娘应声好 多谢你的贺礼 建安郡王又回头笑着道 听了之后 我今日的心情好多了 应该不会 成交娘看他摇头 这曲子不是让人听的 建安郡王一睁 旋即停下脚 万万 他靠近成交娘一闲 低声说道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只是说不语 又没说不听 成交娘说道 嘴角浮现一丝笑 看着建安郡王 怕了 建安郡王哈了声 站着身子一抖袖子 啊 说笑 成交娘含笑脉步 我说真的 你不知道我昨日 接的我母亲的信 心里真难过 建安郡王跟上说道 你母亲说什么 建安郡王副手身后 叹口气 母亲不太高兴 因为我出宫之前 没有给弟弟倾校封声 受这么大的机会 我只求了和亲王住 而不是为弟弟们着想 成交娘点点头 嗯 人之常情 也没什么可愿的 那你觉得 是我自寻烦恼了 建安郡王皱眉 也是人之常情 不算自寻烦恼 建安郡王看着他 哈哈笑了 哈哈哈哈 就是说怎么说都有理 我弟弟们常在母亲膝下 亲而尽 母亲自然更挂念 亲近他们 这是人之常情 我也是母亲的孩子 孤身在外 又见母亲一心 只挂念弟弟们 心中自然几月份 也是人之常情 不是吗 是 建安郡王看着他笑 所以 你也别太在意 成交娘微微一笑 宠他屈身失礼 建安郡王又请了那成娘子了 贵妃听了惊讶的 是 内侍低声说道 陛下知道吗 知道 殿下还来宫里 借了灵人们去 刚刚送人回来 去见陛下了 送人还用他亲自来 不过是找借口进宫罢了 我就知道他不会死心 不死心继续进宫 缠着皇帝和太后 不死心 庆王不能治 娘娘 陛下让人送来点心 贵妃立刻坐正身子 面带笑容 这是 靳安郡王送进来了 陛下让给 诸位娘娘都送些 门外走进一个内室 恭敬地笑着说道 贵妃脸上的笑容 顿时僵住了 这是你特意为宴景 那承娘子做的 皇帝看着靳安郡王 推来的石盒中的 几个点心果子 笑问道 不是 特意给承娘子做的 已经吃完了 这个是特意为 陛下娘娘们做的 而且还得了 承娘子的指点 做了天茧配料 陛下您尝尝 靳安郡王笑道 陛下哈哈笑了 看着那边 适时的太监吃果 才伸手拿起筷子 捡了一块 放进嘴里 不错啊 那儿臣告退了 靳安郡王笑着失礼 出去好几天了 第一次来 多坐会儿 亲王在家里 儿臣不放心 皇帝点点头 那承娘子怎么说 陛下 儿臣请承娘子 不是为了亲王看病 靳安郡王又跪坐下来 似乎有些愁愁 皇帝看着他嘴边 浮现一丝笑 那是为了什么 儿臣自由生产在宫中 宫里的弟弟妹妹们 又都比儿臣小 甚至同龄的人很少 靳安郡王想了想说道 当初带着亲王奔波到江州 去请他看病 不瞒陛下说 他的态度很干脆 也很无情 说的话真的很难听 皇帝微微一笑 虽然当时具体的情况 他不知道 但自己亲身感触 这娘子倔强生硬 想来说的话 也不会好听 当时儿臣几乎气炸了 恨不得让人当场 砍杀了他 也谅下狠话 后来想了想 这到底是谦怒了 所以心里一直有些歉意 歉意吗 是啊 儿臣觉得 他这人挺实在的 说什么就是什么 儿臣当时威胁他 他也没什么 先如今道歉 他依旧没什么 就觉得 嗯 这个人很 很 金安郡王一面说 一面似乎不知道怎么说 皇帝看着他 笑意更浓 很赤诚 他接过话 替他说的 金安郡王忙意拍手 对 对 就是陛下这个意思 皇帝再次笑了 你个鬼东西 怎么成了朕的意思了 他又笑眯眯的 看着金安郡王 你觉得这个人不错 金安郡王点点头 挺不错的 很简单 很容易相处 就好像跟个不安事事的孩子似的 有时候挺可笑 有时候 也挺可恨的 女孩子 皇帝笑着补充一句 女孩子吗 儿臣当没出意 女孩子都这样吗 儿臣见过的姐妹们 可没这样的 儿臣倒觉得 他和六根差不多 皇帝笑了 点点头 是啊 差不多 他带着几分感叹说 一个以前吃傻 一个现在吃傻 最后这句话 他自言自语说出 鸡不可闻 说吧 又用筷子 捡了一块点心吃了 陛下少吃些 甜腻腻的看着鸡食 皇帝笑着 放下筷子 儿臣真告退了 金安郡王冲皇帝挤挤眼 叩头失礼 时尽傍晚 殿内光线昏暗 皇帝看着金安郡王 慢慢的退出殿内 世线一时竟有些 舍不得收回来 愣了一刻 才垂下头 看到摆在面前的石盒 伸手便又拿起筷子 陛下 一个内侍忙站过来 殿下不是说了 您可不能再吃了 你们倒听他的话 皇帝说道 这话说得有些吓人 但这内侍并没有害怕 奴婢们可不是听郡王的 奴婢听陛下的 他笑嘻嘻地说道 没有迟疑地端走了石盒 陛下 您可别怪郡王没有多陪你坐坐 庆王是个借口 他如今是宗室了 所以进宫是要被御史弹劾的 跟在宫里可不一样了 这才当了几天宗室 就要被弹劾了 皇帝笑道 不以为然 话音落下 门外传了内侍的声音 陛下 贵妃娘娘来了 皇帝抬抬手 门边的内侍忙拉开门 贵妃笑盈盈地走进来 诶 郡王走了 他有些惊讶地说道 皇帝点点头 怎么这么快走了 权妾还将一起 去太后和皇后那里呢 如今不比以前了 好不容易来一趟 怎么不多等些时刻 她的话没说完 皇帝就站起来了 怎么就不如以前了 贵妃她进宫来 又怎么不容易了 贵妃没想到 皇帝竟然要翻脸 一时有些争争 不是 陛下 臣妾 臣妾只是感叹 感叹她是宗室了 再像以前那样进宫 就要被人弹劾了 是不是 皇帝打断了 朕倒要等着 看是谁有这个胆子 说吧 拂袖而去 贵妃娘娘又羞又气 站在原地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最终掩面而去 我进宫三十年了 陛下都没有跟我红过脸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陛下这样说我 最冤枉的是我明明 什么都没说 我还是死了算了 贵妃宫中 门外的宫女内侍都垂头 不敢向内多看一眼 只听得内里不断的哭声 这本就是娘娘的错 怎么是我的错 贵妃从踏上坐起来喊道 我说什么了 我是好心的去看看她 谢谢她 谁知道她在那里 先下了半字 娘娘 高凌波正美说 不是别人太下作 而是我们不够聪明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怀好心 在宫里甜言蜜语的 在皇帝面前给平王下半子 如今出了宫 不知收敛 还变本加厉了 高凌波摇摇头 娘娘 您要看大 不要抓小 如今沁王也好 靖安郡王也好 包括那个成娘子 都是小小不言的事 怎么会 这是小事 那什么是大事 亲王要是被治好了呢 治好了又如何 一来平王年长 二来治好了亲王 也是吃傻过的 这几年平王 就是被当作储君教养 娘娘难道觉得 谁会放着一个年长的 已经开始参与朝政的 细心教养的平王不选 而是选一个吃傻三年的亲王 三年呀 娘娘 但要是万一 那个被当作储君培养的皇子 品行不得呢 贵妃放在膝头上的手 攥起来 高凌波看着她的手 垂下视线 娘娘想的太多了 臣以前就说过 一个曾经吃傻小儿说的话 也有人会信吗 那倒也是 贵妃松口气 现如今 最要紧的是让平王稳稳的 不求他学问多好 只要他平行端正就足够了 至于郡王嘛 他越好就越不好 一个宗室如此耀眼 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啊 贵妃这才长长的出口气 才想起这件事 又抬手失泪 那如今我怎么办 陛下已行我 又甩了我的脸 我没法见人了 娘娘什么都不用做 该如何还如何 记住 你如果不在意 别人也就不在意 你如果越在意 别人就越在意 她说罢 忙起身 贵妃本来要感谢两句 闻言又哼声坐回去 哼 你又坐不得相公 不用学陈少爷不入宫 她说道 高陵波闻言一笑 但娘娘到底不是皇后 臣不得不谨慎呢 将来平王登基 皇后为太后 名正言顺 可训斥天子 也可以处罚后宫 贵妃就算是天子的生母 真遇到事 朝臣也不会站在她这一边 所以她离不开一个 能帮她稳固地位 不至于被人轻易算计去的朝臣 就算那个时候 高陵波不在朝中 她积蓄培养下来的势力 也能做到这一点 贵妃心里自然清楚 她哼了声 摆摆手 高陵波急不出去了 日落日升 新的一天又到来了 十三 十三 屋内传来唤声 站在廊下 看龙中鸟的秦师三郎 忙应声看过来 见屋中父母兄弟姐妹们 已经就坐 啊 来了 来了 她忙走进来 梁姨在自己的积案前 跪坐下 看着其上 比往日要丰盛些的饭菜 多谢父亲母亲 她失礼说道 屋中的气氛 欢悦起来 共祝我们秦虎 又长一岁 秦师将笑道 兄弟姐妹们也纷纷端起酒碗 秦师三郎笑着还礼 大家同饮 因为年纪小 坐不得手 比日常饭时稍微丰盛一些 就足矣 很快就吃完了散开了 秦师三郎又接收了兄弟姐妹们 送来的礼物 搬回自己的屋子里 里面已经堆了一堆了 小四站在一旁念叨 这是谁送的 这是谁送的 周六送的什么 不会 还没到吧 啊 到了 今日一大早才到 小四笑道 一面从其中 搬出一个大大的礼盒 秦师三郎露出笑 今日送到 可见是掐着点算好的 他伸手打开盒子 见其中 不过是一把粗糙的短刀 也不知道 又是从哪个倒霉鬼手里夺来的 他笑道 一面少有兴趣的把玩 可不如公子你当初送他的那把 一个小四说道 你懂什么 公子稀罕好赖忙 最主要是心意 另一个小四摇头晃脑道 秦师三郎哈哈笑了 将刀子扔给小四 挂书房里 小四应声去了 秦师三郎又转过身 走了几步 看着一旁的礼盒 那 成娘子的呢 也送来了 一个小四说道 忙去礼盒这边找 秦师三郎松口气 怎么不单独放着 他看着两个小四在其中翻找 找到了 一个小四拿出一物高兴地喊道 看着其上的字帖 看到小四手里拿出的东西 秦师三郎知道 为什么会没一下子就拿出来 送来的贺礼只有三部分 一类是笔墨纸燕 一类是玉佩吊坠香囊 再一类 就是如同周六郎那样稀奇古怪的 而小四此时手里拿着的 是那一堆笔墨纸燕中翻出来的 中规中矩 淹没其中 秦师三郎伸手接过 这是一方燕台 精忠名品 价值不菲 丝毫不遜以其他人送的那些燕台 秦师三郎笑道 握着的礼物的手 渐渐用力地攥紧 这一定 是半清大掌柜亲自买的 半清大掌柜 挑礼物很讲究 十一月的京城 天气已经阴寒 一大早 阴云遍布 风吹得街上行人 走路都缩头收尖匆匆 临近城门的一住宅院前 一辆马车停下来 打断了正站在脚门前说话的两个女子 半清 婢女看到了 含笑招手 从银辆马车上下来 穿着锦绣的丫头 抬手戴上兜帽 意识展开笑颜 看到她过来 站在婢女一旁的小丫头 顿时转身就走了 啊 我还没说完呢 婢女有些惊讶的道 看那小丫头的背影 一面继续说道 有事去店里找我 别来家里了 那小丫头低着头 不知道听到没听到 脚步匆匆地转过弯 不见了 新买的丫头吗 我丫头她了吗 怎么跑了 丫头走过来笑道 看着那不见影子的小丫头 是啊 你这张家厨子名头太大了 很吓人的 婢女笑道 一面挽住她的手 不是新买的丫头 是来找四郎君的 还是你们江州人 是我们江州人 丫头很惊讶 谁啊 说起来名头也很大 京中花魁 朱祥娘子的侍女 丫头面色顿时沉下来 姐姐 可不敢胡闹的 四郎君 怎么能与近人交友 做了张家的丫头 也到学了 姐姐 这要是传出去了 对四郎君可不好 你又不是不知道 是 我知道 四郎君与朱祥娘子 没有交友 这个小丫头 来的也不多 是个被拐卖到 江州的小丫头 两年前 乔与四郎君相识 日常并无往来的 这次得知 四郎君进京了 便来见一次罢了 丫头精神 稍微放松 又看了眼 那小丫头 离开的方向 我怎么觉得 她见了我 害怕跑了 所以说 是被你吓的吗 婢女一面 拉她进门 丢开这个话题 你今日 怎么得闲过来了 还不是因为经理 突然冒出 一群扮琴 我这个张扮琴 都没用了 闲得连赏钱 都得不到了 只能来你 这里换饭吃啊 婢女哥哥 笑得前辅后仰 拉着她进去了 门内笑声油味绝 巷子那边的墙边 春灵此时 才小心地探头看过来 脸上惊魂未定 伸手拍了拍心口 咬住下唇 这个半琴 可是见过自己的 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年了 不知道会不会 还认出自己来 春灵心跳咚咚 伸手扶着脸 十二岁的她 如今形容已经长开 但是大致轮廓 不会变 不得不小心 要是认出自己来 那女人奸华心狠 杀人不眨眼 当初就不给她 和妹妹活路 如今更是不会放过自己 她不怕死 怕的是死了白死 春灵又回头看了眼 这边的宅院和马车 抬起头 有些冰凉水意 下雪了 她低下头 揣手急步走开了 成妻娘掀开车帘子喊道 下雪了 快拉上 冷死了 成二夫人立刻喊道 将成妻娘一把拽回来 手里抱着手炉 脚下踩着脚炉 依旧冷得面色发青 真是活受罪 还有多远到驿站啊 夫人 还有五六里地呢 还有五六里 成二夫人顿时更为焦躁 看着拉车的兽马 我说换个好点的马 偏不听 这大冬天的大人都受不了 孩子们怎么办 她放下车帘 对车内的成二老爷喊道 成二老爷裹着厚厚的斗篷 抱着儿子 两个人都只露出一个头 正嬉笑玩闹 那怪谁还不是怪你没多拿些钱 这一路上的花费哪里够 根本就买不起毫码 我不多拿钱 是你大嫂不给 难道我要露袖子抢吗 成二夫人说到这里更生气了 还有你那女儿 明知道咱们要进京了 还不让人多送些钱 那个曹散财平时拿着咱们家的钱当水泼 这么大的事 她连个面都没露 回头再收拾她 不过是周家仗着拢住那傻儿 给她撑腰罢了 等咱们到京城住下 还有她周家什么事啊 成二夫人点头 越发的期待快些到京城 越来越来越多了